爹爹 娘亲 善儿不要嫁进夜王府 善儿不喜欢什么夜王爷 老爷 夜王府和咱们丞相府 一直关系不好 现在让善儿嫁过去 那不是要毁了善儿一辈子吗 夫人 这事有多埋态我心里有谱 但这次是皇上赐婚 怎么敢不尊重 我已害我能住啊 爹 您答应过的 善儿的老君 善儿可以自己选 善儿没有见过夜王爷 善儿死也不嫁 善儿 生不死不死的 只要娘还在 就不会让你受苦 娘 老爷 难道真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能有什么办法 难道要违抗圣旨 让整个丞相府陪葬吗 善儿 你已经长大了 你就当是为了爹为了娘 付出一次吧 爹爹 善儿不要嫁 善儿 善儿是爹娘唯一的女儿 我不在 谁还能像我一样关心你们 害你们呢 老爷 爹 善儿 并不是我们唯一的女儿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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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说在凌云山的 来 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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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可是欺君之罪 是要株连九族的 不会的 老爷 皇上赐婚说的是丞相府大小姐 芸汐笨就是 再不及 让他们换下名字和身份不就结了 大型事儿啊 大型事儿啊 他们姐妹同是丞相的闺女 外人是不会看出什么毛病的 一人 美女 高兴 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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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人说的不是味道 这件事 我们需要从长记忆 对了 我并不是爹爹唯一的女儿 还有个姐姐 那个被赶出家门的废物 这还挺耐赶的嘛 能替我跳进夜王府这个火壳 也算它有点幼稚 大小姐 现在万万不可掀开 别坏了规矩 你等等啊 让我暗装观察一下 我的大小姐 你要观察啥子嘛 秘密 请你也陪她就要 上坡那边 红花夕阳满天开 来个东边漂亮 小美加来爱 还有 一儿呀黑 瞧见红花行报呀不黑 水里里的小谷 多么等着过来猜 月亮下上太阳 还猛爬上来 小美菜只红花好似月亮大爱 路开 一儿呀黑 颜值该透了该红几头 小满大了可有果果在心态 哈尼 马尼尼 准备 老干嘛 哪呗 老干嘛 刚才 说老百五六啊 上坡那边红花夕阳满天开 来个东边漂亮小美加来爱 哈哈 他 的 颜值该透了 不 我 我 这 我 我 鱼儿鸭黑 经过真心一几点好吧 获扰花儿伤心再有伤心态 解词官真麻烦 精神起床忙活一天 那晚上还不让人休息 让我在这干等着 那我就啥呢 喂 我说 这得做到什么时候啊 后面还有什么医生都干净的 夫人 后面的事急不来 什么意思 等一下您就知道了 听夫人的事情说 叶王爷枪发可酷炫朗 枪枪界限 精准无比 你们说啥呢 叶王爷大晚上还在练枪 不是不是 王爷现在应该是在沐浴中 不 当练完啊 今天结婚还练什么练 难不成是个舞痴 夫人殊不知 我们王爷没晚练舞 不曾荒废 所以才被叫叶王嘛 叶王爷 叶王爷 消瘦什么呢 要不要命了 你们把这场给忘了 女人当初战为提子里堆过去 我真的要真的面对他 我 我 我 他 这 这可让我怎么办啊 怎么办 怎么办 不是吧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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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这鸡是刚洗的 这会儿 我出了个特别安静 好啊 那您准备怎么做 今晚的前菜式 九宫戏猪 啊 行行行行 是 头盆是 龙飞凤舞 主菜 也就是今晚的高潮 白鸟筹凤舞 好啊 真好 好 好 哈哈 好你妹呀 他要敢动我就变腾 最后这鸡架子 我再配点材料 包个十全大补汤 鸡架子 什么鬼 啊 嗯 走了 就叶王爷请安 本王今天来 是想告诉你 你能去哪儿了 刚还在哪儿 如果不是盛命难为 凭你也配探究叶王府 其他老天这个老狐狸 想利用正直联姻牵制本王 简直痴险 简直痴险妄想 你不过是一颗可悲的棋子而已 听好了 本王心中唯有南清婉 才配得上做本王的飞 南清婉 对了 你既然喜欢躲躲藏藏 那好 本王也不想看到你 来人呐 叫苏蓉过来 今晚就让他搬离宠的地 那 那是要搬去哪儿住啊 清幽阁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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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刚说的 是哪儿 好像是清幽阁 夫人 您别太难过了 是啊 王爷可能只是喝了点醉 对 我是可悲的棋子 我就是爹娘的丧门心 夫人 芸汐想知道 好 这下你们满意了吗 芸汐可是很满意的 咱也不用大闹 这种冰沉芒夜了 娘亲 芸汐自由了 终于离开最后 芸汐的地方 芸汐 我去还自由了 我也去 哈哈哈哈哈哈 人算不如天算 你以为这把单人四排 虧大了虧想到 活该我天命圈狗到底 只要能够厉害丞相符 怎样都好 哈哈哈哈 你为何听到清幽阁后 整个人都不好了 清幽阁 有的文灵等 啊 啊 这里还真不错 虽然没有灵云山漂亮 但是也能打个十分了 嗯 啊 你们王爷要不要这么小气啊 明明有这么多圈条的房子 怎么偏偏让我住这里啊 苏蓉 你能不能跟王爷禀报一下 帮我换个地 苏蓮 你怎么别告退了 什么夜王爷 我看就应该叫黑夜王吧 倒一苏蓮子扔着 不理不顾的自生自灭 这心眼也太坏了 哈哈 啊 黑心夜王八 别以为这样就能难倒我 我 千云溪 可是从小在陵云山上 长大的野生动物 本能就是生存 看我分分钟打扫干净 你 啊 搞什么 要不要这么大脸啊 看样子我一个人是干不了就活了 逼本姑娘分分钟开挂请神仙是吧 就是你了 出来吧 让我们穿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把老子关那么久 一不小心就忘了 原谅我吧 只顾自己猴妻嫁人 竟敢把本大也忘了 哎呀 嫁人的人有你还不清楚吗 好了啦 我错了还不行吗 我还有事 你说你的 不妨我对你的惩罚 这又是难门子的事啊 怪不得这里破破烂烂 我还以为 你自己吃香和辣 都把我给忘了呢 哼 我跟着你就没想过一天情服 本以为从山上下来 跟你到繁华的京城能吃香和辣 没想到丞相府的人对你各种冷眼和刁难 万万没想到 现如今加入了王府 依然救不了你 我都服了 你别叫云西 感情没细算 好了啦 抱怨不典用 还不如阳光心态 乐观生活 做得有意义的事情 比如 比如什么 把这清幽阁打扫得干干净净 漂漂亮亮 心情就会好了 让我跟这种下三乱的俗伙 你是瞎子卖日历 火扯 小牧牧小团团 你最好了 狱体打扫好不好嘛 不行 就是不行 对啊 我没你不行 就在帮你走了 都是那个杀天刀的阴亡大害的 下次再碰到 你都没你 不要走啊 扔扔他 我才懒得拐 你有这整人的力气 还是想想以后在这王府怎么混吧 这我不担心 吉人自有天相 反正现在住这大房子 每天有吃有喝 哦 对了 忙活了一天还没吃上一口热菜热饭呢 我也很饿 你的乐观心态呢 冷当饭吃吗 不吃饱怎么能睡得好 那样子 只能深夜放毒啦 嗯 大半夜的 谁给你送吃的 不靠别人 我们自己去 去哪儿啊 我早就暗中观察好了 呸 白天刚进门 我就先观察清楚哪是火房了 还没到吗 这夜王府也忒大了 等等我 别躲太快 我都跟不上你了 是有技巧 这附近定有什么东西 限制了我的力量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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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声点 大半夜 稍有东西就会被发现 看样子 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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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谁 我是谁 糟了 别疼小偷了 我问你是谁 问我我是谁 谁派你来的 谁派你问谁 我就得问你 你谁就问我 我是 我是府上的侍卫 你可知道这是何处 你 王八甫 大胆贼人 你出国王爷法还满口无言 你还不束手就擒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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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口声声说是侍卫 大半夜巡逻不穿绒 却只是上身皮子那么奇怪的长卦 呃 呃 难不成 你是在偷人 呵呵 你要再敢进犯 我就喊着整个王八甫的人都知道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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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神經怪胎 今天你欠我一頓飯 可惡 傻的給跑了 王爺 你沒傷著吧 沒事 只剩這煙 竟然能讓本王渾身乏力 這定不是京城的東西 難道 和煎熬天那個老賊有關 師父說 命不是天定的 命運是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去改變的 所以我不相信命運天定 我只相信我自己 我只相信自己 我是誰都無法左右的 千雲熙 諾米川 你是怎麼修的 快把我把這牌片挪開 自從替千雲商嫁來夜王府 就一直沒什麼好事兒 先是被打入冷宫 又是被當成刺客 服啊 這不都是你自找的 好好的靈雙不得 你怎麼賣啊 別跟我說話 昨晚你丟下我自己跑掉的事 我可還沒原諒你呢 但是 如果你幫我個忙 我就可以考慮考慮原諒你 說吧 什麼忙 做我的苦力 幫我 追究間 快點快點 快點快點 還不夠高 再用力一點 再用力一點 不高 來嘛來嘛 有完沒完 哪個讓你省得更 都好省啊 光天化日之下 竟敢在王府嬉鬧 不要停 再來再來 我倒要看看 誰這麼大胆 帶我去抓他們個謝星 光天化日 朗朗乾坤 是誰在王府嬉 那 來我們再來一下 是誰在王府重地 獨自蕩鞦韆 甚是歡樂 哇 世上就有如此俊美之人 公子也想玩 姑娘先 我等著 那也是啊 沒法一起玩 沒關係 我等著 喂 你別得意忘形了 我推不動你們兩個 哎呀 聊得開心 才發現天色已晚 我得回去了 公子再見 啊 這 啊 姑娘慢著 怎麼了 雖說不能和姑娘 繼續蕩鞦韆 但 相識一場交個朋友 還是可以的吧 在下玉子墨 敢問姑娘方明 我 你 你 你 姑娘 你怎麼了 還好嗎 沒事 感謝公子關心 我只是一新來的丫鬟 不足掛齒 身份不重要 只要姑娘 告訴我名字就行了 且慢 布丁 告辭 俗話說 來而不枉非禮 我已自爆家門 所以姑娘也必須留下方名 姑娘 姑娘 你的名字是 公子 就這麼想知道我的名字嗎 留個名字 日後 好相見 行 你給我記住了 我的名字叫 大大 讓開讓開 又好眼 幹嗎 何事 夜兄 是我啊 你們放開我 你要做什麼 我也要泡澡 我腰也酸 背也痛 正好舒緩舒緩 你幹什麼了 才不是 是剛才來找你的路上 讓你府上一個丫鬟 來了一個果肩摔 我府上竟有如此膽實的丫鬟 看來可以培養一下 夜兄你 你的良心不會痛嗎 不會 欸 夜兄我跟你說 那可是相當有意思的一位姑娘 我第一次被摔得那麼舒服 開心就好 夜兄沒被摔過不懂其中精妙的 我並不想通 夜兄 就將那個丫鬟送給我嘛 她叫什麼名字 我 只知道她是一個新來的丫鬟 既然是新來的 我把最近新來的丫鬟 留給你送過去 果然是夜兄 出手就是寇闖 對了夜兄 這幾天過得怎麼樣 別提了 其中那一情 又不是不知道 我是知道啊 可那是丞相府第一美人 親手很多人上門提親都被拒絕了 偏偏父皇就指婚給你了 你難道不喜歡呢 我不喜歡 你不是故意的吧 哈哈哈哈 我就是喜歡怼你們 那件事 調查得怎麼樣了 果然不出你所料 千奧天這個老狐狸 終於按捺不住了 哼 我倒要看看她有多大本事 能不能逃出這五指山 早知當初何必今日 她起不沉之心的那一刻 就該知道有這一點 等時機到來 證據確鑿 我定要讓整個千奉 續戰現場 哦 這麼說的話 你的王妃也逃不了了 可惜啊可惜 萬鈞能有幾多愁 恰似已將春水向東流 此情無忌可消除 拆下眉頭卻傷心 殼中竟有人和我一樣發愁 同是天涯落落人啊 抽刀斷水水更流 舉杯消愁 愁更愁 東風雾 歡情薄 一杯酬緒 幾年理所 錯錯錯 錯錯錯 是我的錯 代價師怎麼不說 王妃的生活 會這麼痛苦 這時候就需要人安慰擁抱 啊 我們背對背擁抱 這姿勢太過簡單 我手段都搞不到 這手感有點不對勁啊 啊 媽爺 居然是馬子 居然是馬妹子 媽爺居然是人 通道中馬啊 啊 啊 以前啊 野王興奮起來 可以一整天 騎在我身上不下去 現在呢 一個月都見不到人影 嗯 啊 死變態就是這麼討人厭 看著他就煩 找他去吧 你這麼漂亮 幹嘛非要喜歡那個討厭鬼啊 再找一個新主人嘛 唉 哪有那麼容易啊 往往都是 喜歡的馬不出現 出現的馬都不喜歡 唉 沒事啊 我喜歡你啊 嗯 我懂一些世間通靈的法術 以後咱們跟你嘗嘗聊天 我叫清雲熙 你呢 完了 妹殺這個名字表里表齊的 不想告訴他 怎麼辦 雞 來先告 嗯 以前你叫什麼不重要 重要的是以後叫什麼 我 千雲熙 代表古那拉黑暗之神 賜予你新的名號 從今天起 你就叫冰晶蝶鈴 呦 子夢雪雅雙雪 你稱紫薇 那你願意做我的耳康嗎 沒問題 從今天起 我就是你的眼睛 你的拐杖 你的耳康 那你可別現在喜歡我 就叫人家紫薇 以後喜歡上別的馬 就連我試試都給忘記了 嗯 不會的啊子薇 子薇我想騎一下你 可以嗎 上來 讓你見識一下我有多猛 摸摸刀 沒殺 谁 谁允许你骑这马的 你又是谁啊 我凭什么不能骑 这是你的马 对 这是我的马 所以你不能骑 芸汐 她骗你 我不是她的马 如果你能证明这是你的马 我就让给你 证明就证明 来吧 请开始你的表演 芈莎 看在叶哥哥的面子上 今天就让我骑一骑吧 来追我呀 如果你追到我 我就让你骑骑骑 这根本就不是你的马 大骗子 你欺负我 你这个坏女 我要告诉你 叶哥哥 别哭了 快起来 我来教你 怎么驯服芝威吧 嗯 诺咪团 快给我弄点吃的 我要饿死了 哟 哟 哟 你欺负回来啦 我骑了一下 捂的马又累又饿 快帮弄点吃的 不去 又不是我让你去骑马的 那米团牛搞什么鬼 不是我 不要冤枉我 不是你 还能是谁 我就是 你 你们 你 嘻嘻 让一下人 你是谁 速速报上名来 我叫芝麻豆 真是负了一只零零很低的孤灵 求两位大人放过我 放过你可以 但是从今天开始 你要全方位360度无死角的为我们服务 完全OK 妇妞挂马 官场送水 捏肩垂腿 都没有问题 知道现在该做什么了吗 明白 请两位大人稍等 太好了 我说你 还真是 应该选择比喻转机 想什么来什么 那是 我可是打不死脱不垮推不倒的千云熙 我要带雪姨和雀儿一起走 老爷 您不能答应她 人多坏事 他们一起过去的话 被发现的风险就增大了 再者 雪姨和雀儿 可是和丞相府签了卖身契 小姐 小姐 想走 你有足够的银量吗 小姐 放心 怎么说我们也来丞相府这么久了 他们不会对我们怎么样的 放心吧 小姐 小姐 你要照顾好自己 有时间回来看看我们就行了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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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h 媑圆 莬儿 大青早的 救活 原曲大远 怎么了 咋了 有什么不开心的说出来 啊 让我们开心 让我们替你分担一下 我做噩梦了 梦到雪姨和萱儿 被他们害的好惨 parade 永绪大远 不要担心 梦和现实是相反的 赤貓舵說得是 話是這麼說 但我還是擔心 你不真無聊嗎 這兒也沒人管你 乾脆回去看看吧 我也這麼覺得 昨日不如撞日 就今天吧 但終究是別人家的妃子 還是得喬裝打扮一下 丫鬟 我不是給你嗎 我要的是那個摔我的丫鬟 你肯定是看他天生麗智 擅自扣押了 我和玄將軍在商量西邊不足之事 一筆添亂 西邊不足 可是父皇下令 讓千丞相整頓西邊一事 你也知道 那是 西邊那幫人最近不安分得很 父皇一向信任千傲天 自然派他去解決 但這千傲天跟西邊 可有著說不清的關係 來看一看 誰要做的花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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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家旅行必備神器 有了咱的鍋 做菜防身兩能全啊 啊 啊 為什麼要用平底鍋來防身啊 兄弟 你一看就是外面 京中來了好多行偷盜知識的外族蛮子 你不來口平底鍋防火身 哈哈 賣鍋就賣鍋 他贏家什麼防身功能 誰會信 老闆 來隻最大的 你傻 人家推銷平底鍋 你還真當寶貝了 嘿 你不懂 我買的是原本 抽獎了 抽獎了 皇賊道具高興了 抽一次十分錢 十連必出S2 老闆來一次 單抽出奇蹟 S2 恭喜獲得本店最強防盜用具 老闆 這盒子裡是什麼 當你遇上壞人 借石打開它 自然就知道了 你是不是傻 你花錢買了什麼自己都不知道 你不懂 我買的是信 看 你看 有灰雞 年度優秀產品 噴氣是灰雞 被偷被搶 不用捉雞 噴氣是灰雞 幫你輕鬆追回 就算賊有八隻腳 比不過灰雞追三秒 哈哈哈哈 這牛逼怎麼不把雞吹上天呢 鬼都不行 快去拿雞 好累 夠了 我看你這個傻 你不懂 女人只要想買東西 我能找到千萬種理由 哇 又有啥購買的 哇 我們家的大美人來了 我們家的大美人來了 明明露燕 明月羞火 要是俺娶了她 俺就賺大了 走開走開 你們這群臭男人 離我家小姐遠一點 溪兒 不可以這樣說話的 哇 這樣的美人 好美啊 喂 你別做夢了 生生的 小姐 喂 你走路不長眼睛 敢裝我家小姐 糟了 溪兒 我的荷包不見了 喂 高山那個撞人的 你給我站住 兩位美人 這場小事 就交給本大爺吧 大霞 您這是要搬家嗎 斬妙封田 上 騰濟士 回京 好 我 mana 我 还愣着干嘛 打开你那SSR的盒子看看 对啊 千敖天那个老狐狸 竟然既百姓安危于不过 跟那些人暗中勾结 所以叶雄才娶了 他最疼爱的女儿吗 父皇赐婚 我与他谁都推脱不得 如今看来 我手里倒是多了一枚人质 话是这么说 就是苦了叶哥哥和秦婉姐姐 生生被一道荤纸拆散 当初南将军 也是被这老狐狸所害 南将军生前待我如此 这份恩情我无意为报 如今他却为人所害 含冤九泉 我定要让千敖天血沾血沉 我上好的白玉杯 说起来叶哥哥今天和秦婉姐姐有约吧 秦婉姐姐怎么还没来 男青了 一顾南将军的大小姐 精中宅男女神八卦流量担当 人气和性格 买他的天神之末 能赚不少 就能接住 看来不是邓先生 实力就这么点 你 看秦婉姐 甩过 秦婉大爷 太嫩了 延续记 回光 中心地 火天 开吼 终此地 不 不 扼 那边有人在打架 外 department 我还能从宽衷处置你 混蛋 老子脸都重是个球了还说个屁啊 一个字都不会说 靠野蛮啊 谁敢误使我 认不认错 再不说继续挨揍 谁来救救我呀 有了 我的宝贝 这陈衣不也是那房具店老板那儿买的吗 保命陈衣精神防疫 集穿机幼人死退货 护车 允许大人小心 直门斗 竟敢伤害我的朋友 是什么朋友 这里就咱俩啊 让你好好见识一下 什么才是真正的毒 这门烟 一个吧 你是谁 站住 你们果然是一伙 我有事要问 给我放手 你刚刚有个烟 是哪来的 跟你没关系 你 怎样啊 胆子不小 敢打本王的脸 说吧 说吧 前日秦王府 叶熙本王的死客是不是你 我不知道 你在说什么 他自称本王 难道 不说 本王就拧断你的脖子 叶公子快住手 这羽公子不是坏人 他在帮我抓小偷 婉儿 婉儿 发生了小事 对不起 叶哥哥 我在路上不小心遭了贼 所以迟到了 新鲜啊 你也行为我被揍的一天 今晚 好久不见 身体好些了吗 谢谢子墨哥哥的挂念 多亏子墨哥哥的药 我已经好多了 那就好 那就好 回头啊 我在差人给你多送几副啊 南将军过世之后 你和伯母都不容易 有什么事尽管跟我说啊 婉儿 你今天约我去谈一次祈福 到底所为何事 母亲近日总是噩梦连连 实难下咽 拆了大夫看也没起色 我才想去谈一次试试 不 他也是因为南将军的死 才一兵不弃 你放心 我定将那小人千刀万挂 以尽南将军在天之灵 叶哥哥 好了好了 在秦婉妹妹面前 就不要提那些不开心的事了 既然要去台音寺 大家一块去呗 小破也来吗 当然 我可是金牌护卫 要是再有哪个贼 敢来招惹秦婉姐姐 我 贼呢 太好了 挺晚的荷包还在 那个人 竟然是叶幽明 原来如此 真正的贼早就溜了 跟叶哥哥打斗的小哥 原来是捉贼的 秦婉 你有没有丢东西啊 太好了 爹爹的玉佩还在 什么都没有丢 要是有我在 绝不会让那小贼逃掉 怎么样叶兄 你误伤好人了吧 好生 出门不堪皇帝 就遇到缩把神 你 刚刚为什么不帮忙 我是真的感觉虚弱 帮忙的时候就虚弱 吃饭的时候就惊人 天哪 之前我在夜王府找吃的 中途感到力量减弱 第二天才恢复呢 夜王府 这么说 我前天夜里遇到他的时候 好像糯米团也铺盖了 怎么每次碰上这夜王吧 都这么邪忙 嗓门星 前两天有个刺客 跟他用过一样的迷烟 迷幻烟 中的人 会浑身酸软 丧失无功 我记得那个是 是西边部族的秘质暗器 跟前五天有关吗 闯我的令 封城 封城 搜人 是 今天就是绝地三尺 要把他给我挖出来 叶哥哥 你干嘛呢 不是说好不要打草惊蛇的吗 可他欺负到了秦婉刀上 他竟然帮秦婉抢回荷包 说明还算是个狭义之事 你有十足的把握 证明他是偷袭你的人 如果没有铁证 我们就不要轻举妄动 免得被老狐狸反咬一口 封哥哥说的有道理 我们去谈音寺吧 这一次 我暂不计较了 不过南将军 您请放心 伤害过婉儿的人 跟秦傲天有关的人 我爷有名 一个都不会放过 扫门星 烦人精 叶王爷又怎么样 下次 看我不垂死你 谁让你连夫君都不认得 他也没认出我呀 你闹我蒙着脸 毁多人不认 是不是想打架 芸汐大人别生气嘛 您看那边 是啊 这可是京城最好的酒楼 菜品一匹吧 芸汐大人也该饿了吧 要不就去那做一顿 我兄弟 我 我的腰啊 张老板 说了多少次了 颜值不够用钱来做 两者皆没有 滚出最先楼 这个小红子就很帅嘛 我 我在店里消费了五百两 说好的低销达标 自选套餐 怎么出尔翻尔啊 您这是累计消费 我们店可是要单笔消费满五百的 黑店一星差评 不好意思啊客官 快进店里来 我带你吃鸡 吃鸡 这是本店招牌的炉氏吃鸡鸡 免费赠送给您 陪的不是 小公子生得如此俊巧 却让人好生喜欢 你要干什么 公子别怕 我略通保健按摩之术 若是公子伤着了 我能检查 这吃豆腐水瓶 傻子才伤的 我这么神 老板娘快爆开 你傻 公子最近可觉得心烦难受 心轰气短 听你这么一说 还真是有点 正巧 我有一招特意拿的小技巧 若是公子不嫌弃 若燕我就给公子表演个一招办事 那倘若我还是不太舒服 那还有没有什么妙招啊 那就要逼我使出绝活 若燕点血手了 若燕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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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个老冤家又来了 十二 给给我们家公子来个巨 巨 巨龙套餐 对不住 本店没这个套餐 那就来个大大套餐 大包间全满 什么 那服务员总 总有了吧 服务员有的是 本店消费满五百 送可乐保证冰镇 消费满一千 送红酒 八二拉费 消费满一万 送金卡 你个大 大斗尾 我们家公子那都是黑黑黑黑黑卡会员了 还抵消个屁呀 瞧您这么大火气 咱们这个小伙计啊是个高度近视 有眼不识泰山 旺财 去把二楼最里面的房间给备上 是 要大大点的啊 今儿个是什么风 把宁二位给吹来了 我们家公子 是 是 洛言 想我了吗 今天 我可是专门出宫来看你的 正所谓 一带见宽 终不悔 未以消得人憔悴 您这尊贵的身份 只会是一句事吗 哈哈 放开我 来 我念首诗给你听嘛 你这样念诗不会觉得很热吗 热 我的心就像夏天穿秋裤一样热 所以我进宫吧若言 想都别想 我最后会给你进宫的 快 若言 我对你可是一遍真心 谁有你的真心啊 你给我放手 不要 你要答应他放手吗 又紧直击 又帮按摩 老板娘可真是个好人呐 在哪儿上大付款啊 你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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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呼救 你叫我喉咙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 来人呐 救命啊 老板娘 老板娘入烟 别叫了别叫了 放开他 哪儿来的贼人 竟敢欺负好人老板 小公子 你怎么来了 我们之间的事不是还没做完吗 啊 若言 你竟然不喜欢我了 你快滚 老板娘还要帮本大爷推拿治病呢 治病 待会儿本大爷还要体验他的若言点血手呢 你这个野猴子 居然敢跟我争人 我要杀了你 有本事你别躲啊 这可是你说的 我 亢我把你打得你妈都不认识 哎 公子 打不打 打不打啊 哪个混蛋案件伤人 再敢动刺 打刺我家公子 小心满门敲展 笑话 这怪胎我见一次打一次 那就别怪怪 我不客气了 不客气了 还不快住手 大国家客人打枪了怎么办了 不好 这家伙太厉害了 这里空间太小 不便于用冥魂烟 只能先把他引出去 看我的暴雨丽花针 想跑 想跑 没那么容易 清婉 你还没来过吧 这最先楼的饭菜可是京城一局 五月 既然是子墨哥哥推荐 那定是极好的 小伙子 又是他 你 你 你的 过来 小伙子 小伙子 好 哼装结装不身穿住你的心里 呈现在你家去投降其实也可以 这已经不当的心 具不下命为爱的天落地望 欢愈 已经 来不及 嗯 哎 你是女的 你你你你放我下来 别以为这样我就会感谢你 小丫鬟可算找到你了 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放手你谁啊 我是依子墨啊 被你过肩摔的那个 是你啊 来当我的王妃吧 我保证把你养得白白胖胖的 不行 她必须和我回去 干什么 你从小就抢我东西 这次我骗不着 你们两个把我当什么了 你不要生气嘛 好我可是会咬人的 别过来 没想到你是个可爱的姑娘 刚才是我太粗鲁了 给我 公子 没事吧 没 没事 君与卿 你私自出宫 就不怕被父皇知道吗 我父母妃之命出来办事 父皇又怎么会怪罪 父皇 难道她也是王爷 那你们慢聊 这丫头 是我 谁是你的 是你 她和袭击我的刺客脱不了干系 我亲自审问她 叶兄 犯不着用这种借口吧 说好陪秦婉姐姐散心的 你们怎么只顾着抢人 就是 叶兄 你跟我抢女人 这秦婉于何地啊 大家不要吵了 就是这儿 就是这儿 竟敢把本老爷赶出去 给我狠狠地砸 好 好 您好 我现在不是这些 打扰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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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你是我的了 你放手 离我远点 你不跟我走 想到叶王那受审不成 我还没同意呢 有点意思 你们要干什么呀 别过来 我自己来 总算糟了 最近真是中了邪了 一下子遇到三个王爷 还一个别一个不靠谱 这个玉子墨肯定也没安好心 是 糯米团怎么还不来救我呀 有什么东西 限制了我的力量 此地不宜久留 我得想办法离开 姑娘真是花容月貌 怪不得呀 玉王爷这么喜欢你 你们瞎说什么呢 王爷 好了 你们都下去吧 奴婢告退 奴婢告退 多谢贵人相救 大安大德来世再报 等等 别走 我知道这样太强硬了 可我真的对你一见钟情 做我的王妃吧 嗯 不要 你不愿意 为什么 王爷 没靠 忙着呢 王爷 是季公公来了 缺别这个时候回了气氛 真的是不想和你分开一秒钟 赶紧滚 你不要急啊 我以为我回来了 急你慢啊 说的那么肉麻 还不是一跤就走 去 正好陈现在逃走 嗯 这是什么 禀王爷 属下带画像多方打探 发现府里 并没有这样一位丫鬟 王爷 王爷 啊 什么 欢迎管事苏荣说 画像上的女子 看着倒像另一个人 谁 清幽阁的王妃 哦 看来 咱们要去一趟豫王府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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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见玉王殿下 奴才奉莱双公主之命 奉上详继烤面筋 这就是十万火急的事 此烤面筋乃公主殿下的心意 还是最热辣的孜然味 请您品鉴 如此多谢兰收妹妹关心了 伤你了 今天无论谁来找我 王王一定不见啊 王爷 这个蓝双就知道给我捣乱 丫头 我们谈谈 这是 这是 西边那边人最近极其不安分 父皇一向信任千傲天 自然会派他去解决 但这千傲天跟西边 可有着说不清的关系 千云上叶王妃 难道是千傲天派来的奸细 四哥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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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烤兰王妃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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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玉生 叶王妃 你果然是来护害本王的 御王爷 您不能随随便便就闯进来啊 来得正好 把人交出来 装什么小饼干 人不是刚被你劫走了吗 你说什么 被劫了 被谁劫了 你怎么看管的 你还贼喊捉贼啊 该不是你不愿交人 自导自演吧 这是在丫头失踪之后发现的 这不是你的玉佩吗 我的在这儿 此乃父皇赐予皇子的玉瓷之物 天底下只有两份 不是我的 就只有那个人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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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喂 你终于醒了 嗯 是你 是我是我就是我 你都没有想到还能再见到我啊 你是堂堂太子 怎么能用这么下作的方式 把我来做什么 你是叶王和玉王争相抢夺的东西 本太子自然要掺一脚 人有头债有主 我跟他俩没关系 你快放开我 嗯 嗯 关系大着呢 嗯 想当年老子红尘作伴 潇潇洒洒 策马奔腾 想人世繁华 哇 天上的叶幽明 看着老子当太子 千少事多不放假 晚睡造起 更隐化 我叫你留在太子府 人叶幽明这小子 心里不舒服 原来是君毅卿那个讨厌鬼 怪我一时疏忽 让丫头被他绑走了 对了 最近君毅卿跟千耀天走得迫近 难道这之间有什么关系 这形状竟然还挺好看的 快给我松绑 不然我就不客气了 不绑住你我肯定要被你打呀 这样 我送你个礼物好不好 只要你能答应留下 这价值连城的血玉坠 就是你的了 大小姐 这血玉坠 是你娘亲生前赠予我的 世间只此一对 血液都是贴身放着 可不能随便拿来玩 看样子你还挺实惑 心动了吧 这可是天下绝无仅有的真品 只要你现在点点头 敢问太子殿下 血玉坠从何而来 这可是千丞相 赠予本太子的 千丞相 千丞相与太子殿下 关系非同一般啊 那是 本太子在朝中一呼百应 人缘好得很 千耀天的东西 殿下敢收 臣妾可不敢带 我虽然身为太子 却是个光杆司令啊 不收着 等着得罪人哪 殿下忘记南将军 怎么死的了吗 我也很为难哪 知道本太子的好了吗 这就对了 你只要愿意留在太子府 我就送你 血液坠好不 我才不要你的 我是叶王妃 可 你说什么 我是叶王妃 千云上 那更好啊 我就要气死她 这个面谈叶王 我今天才就要跟你刚到底了 太子殿下干嘛呢 殿下不是说有客人来访吗 你听我解释 这是个误会 鞭 截着鞭 脱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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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王殿下和叶王殿下闯进来了 军艺青 叫人 快把丫头还给我 你们在说什么呢 我怎么听不明白 眼熟吧 这不是叶王殿下的玉佩吗 你怎么能那么粗心到处乱放啊 我的在这里 能想到这么蠢的法子掳走丫头 挑拨我和叶兄 除了你也没谁了 我对太子妃的爱天地可见 你可不要红口白牙诬陷我呀 对吧 艾菲 我刚刚就看见她在的 这 这 这个 这个其中有曲折复杂的内情啊 在这里 早就说了 人不在我这儿 你们偏不信 今日时间不早了 我还有钥匙 最后一遍 人在哪儿 人在哪儿 原来如此 她果然是你的王妃 王妃 你这么着急 到底是想找到仇人之女 还是 真对她动心了 你应该很清楚千耳天和西边的关系吧 本王和王妃的事 轮不到外人来九射根 王妃 若你真的活腻了 那我就承许你 你杀呀 杀了我 这太子之位可就可以还给你了 你 亲身可以保证 太子殿下真的不知道燕王妃的去想 王妃 刚才 她确实在这儿 后来我和太子离开片刻 再同你们回来 神就不见了 神就不见了 爱妃可是爱我的 当真 亲身亲眼所见 终于欺瞒之意 你 既然太子妃都这么说了 告辞 走走走 快快快快 你给我闭嘴吧 准备完命 走 殷夕大人 怎么真的就这么走了吗 此物 从来都是由雪姨贴身存放 如今落到太子之手 恐怕 既然父亲并未遵守约定 善待雪姨 那我也没必要当这个王妃 回家去 找到雪姨 我们就远走高飞 我们就远走高飞 前丞相的家宴 是啊 放眼望去 整个西边的部族 都是以北唐少主您 马首是瞻 为了咱们两国万事长青的友谊 前丞相希望您能出席 好 那我可不能废了这番好意 我北唐家 一定捧场 丞相府今天怎么了 连后门都这么多守卫 好像在举行宴会 弄蜜团 去打探一下 干嘛又试唤我 试唤你怎么了 之前我差点节操不保 你在哪呢 不是你把我们拉在酒店包间了吗 你就不会来找我呀 芸 芸汐大爷 成江湖是您自己家呀 为什么不直接进去呢 笨蛋 芸汐是偷跑回来的 怎么能让她爹发现呢 我和爹爹有约定 只要我乖乖待嫁 她就会善待雪姨 可是 只要你从了本太子 这价值连城的血欲坠 就是你的了 那对耳环 是雪姨的贴身之物 世间仅此一对 既然被爹爹拿去金献给太子 那雪姨 我为了雪姨忍气吞声 满足了她非分的要求 却没想到爹爹背信弃义 我现在就要带上雪姨 远走高飞 可恶 现在居然连门都进不去 芸汐大人别着急 你看那边 王妃还没找到 七个女子 都能从你们眼皮底下溜走 王妃身手不凡 并非寻常人间的女子 属下会继续走学 还想王妃息怒 芸蕴上 你到底在耍什么花招 总算进来了 你怎么吃那么胖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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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幕后有人来了 我去引开他 等等 这个声音是 这 啊 崩下留人 芸汐小姐 想我了没 没想到大小姐 受了这么多苦 所以我今天来 就是想和你们一起走啊 雪姨呢 雪姨 我也不知道她去哪儿了 夫人说雪姨得了瘧疾 不能在家里住 就把她赶了出去 而且 雪姨身上值钱的东西 都被夫人拿走了 原来是那个女人 那爹爹呢 她什么都没说吗 老爷哪管这些 家里的事 都是夫人一手张罗的 大小姐你走后 二小姐就百般叼弹我们 你放心 我这就去找爹爹 还你们一个公道 等等 今天府里来了贵客 只怕小姐您 见不到老爷 贵客 是西边部族的首领 北唐烈 老爷近来和他来往密切 感觉神神秘秘的 而且听说 二小姐也特别忠意于他 北唐烈 却儿 你给我死出来 你给我死出来 糟了 是邓姑姑 快点 让你去干活 你又在这给我摸鱼 走 却儿知错了 却儿再也不敢了 欺人太甚了 我叫爹爹说里去 你又在这 我叫爹 站住 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丞相府大小姐 我要见我爹 我们丞相府只有千云商小姐 你是哪来的冒花货 今天府上有重要客人 先抓他关起来 爹爹 人呐 冯海 帅的人怎么都不认识你啊 你真的是大小姐吗 他们欺负 我在这住的时间短 还在家的时候 大部分人都不怎么待见我 只有雪姨和却儿对我好 我七岁就被爹爹 送到山上去了 之后就再也没回来过 如今没人记得我 颜中长 啊 现在怎么办 至少的魂机员会听也好啊 今天府上有外客 都机灵点 是 有了 这样行吗 芸汐大人如此打扮 也有边缘修画之色 你妈 脾气 芸汐大人真好看 有人来了 你们帮我看着他 可别露笑 好 你小心点 咱们 咱们什么时候能进去啊 灯里面月盛散了 我们就开始上菜 你师姐来的吧 好些没见过你啊 哦 哦 是 是啊 待会儿有不懂的 就照着我做 千万别出岔子 嗯 谢谢姐姐 姐姐就是大好人 嗯 谢谢姐姐 嗯 谢谢姐姐 今天毕空万里 百花盛开 北塘公子真是来对了时候啊 是啊 这中原的大好河山 总是让人流连忘返 多亏丞相大人 多亏丞相大人 我族与中原 才能重归于好 我也能有机会 再揽此景啊 公子过奖 我只是为两国安宁 掠尽绵薄之力 好了 大家依次进去 小心伺候 说来 最近西云关盗匪流窜 不知关口守军 是否足够保护通商安全 北塘公子放心 西云关有精兵两千 定让贼寇不敢作乱 如此极好 极好 爹爹果然在这儿 得让他注意到我才行 得让他注意到我才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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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账 你知不知道你干了什么 奴婢之作 这老爷饶命啊 给我把他拖下去 重大八次大板 慢着 老爷 今日贵客在此 不宜动刑 只要爹爹认出我 必会稀释宁人 还敢顶嘴 两个都给我拖下去 打 重重的打 什么 竟然没认出来 爹爹息怒 何必为了两个下人大动干活 千云商 他怎么来了 大小姐您走后 二小姐就百般刁难我们 不知他们所犯何事 你得意味有其神奇 不行 现在还不是时候 这丫鬟胆大包天 竟坏了山河秀里图 这不是诅咒两国交恶 是吗 可一山二看 这分明是吉兆 吉兆 此话怎讲 这中原与西方不足 本是兄弟之宝 如今 两国水辱交融 说明以后 是亲上加亲呢 你呀你呀 这小嘴巴 都是爹爹教导有方 好 北塘公子刚才真是见笑了 这是小女迁云商 云商还不见过北塘公子 云商见过北塘公子 商儿你来得太迟 定是惹北塘公子不高兴了 还不快道歉 商儿在这儿给公子赔不是了 不妨 这人不看千云商 老看我干什么 我们家商儿啊 听说北塘公子要来 还特地去做了件新衣服呢 娘 别瞎说 刚才云商姑娘一番妙言 着实精彩 这两个丫鬟也不是故意的 丞相 就从轻处罚吧 他居然给我求情 爹爹 既然北塘公子都这么说了 不如略施承见 罚他们一个月月钱吧 连千云商也 太阳台西边出来了 商儿 你总是这么善良 罢了 看在北塘公子和商儿的面上 就罚你们一个月月钱 还不快滚出去 谢老爷开恩 谢老爷开恩 好 嗯 嗯 爹爹这都没人出我 是我编装技术太好了 让我那个千云商 居然替我求情 到底想干嘛 云西大人别灰心 人家一定是因为有客人在 才不便于你相远 编装技术哪家强 离于山上臭大王 我不仅便装技术强 运气还特别好 今天帮我结尾的那个贵人 你们猜是谁 云西大人 后面 姑娘说的贵人 可是在下 刚才在宴会一直盯着我的那个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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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说的是二小姐千云商 跟你有什么关系 是理了 在下只是觉得 姑娘很面熟 敢问姑娘方明 嗯 这人怎么没完没了了呀 此地不宜久留 我凭什么告诉你啊 嗯 嗯 嗯 等等 啊 啊 放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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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银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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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隔空群物 这是什么功夫 这是防狼神功 禀王爷 探子来报 今天承相府 宴请了西边部族的首领 北唐令 并且 王妃就在承相府里 她果然是 清傲天派来的奸细 走 去会会他们 气死我了 今天什么都不顺 弄弥团 怎么就突然叙弱无力 起来了 又是水部的出魔阵 爹爹 对了 我得赶紧去找爹爹 把血液的下落问清楚 小姐 小姐 没事吧 谁这么不长眼 是我不对 我道歉 我看在我们洞塞倒的份上 我们就扯平了好吗 放肆 你这死贤兵 冲撞了主子还敢狡辩 小姐 小姐 好像是夜会上的那个丫鬟 那个丫鬟 好你个贤兵 不仅勾引北唐公子 还撞伤本小姐 给我跪下 二小姐都发话了 还不快跪 才几天不见 就这么没教养了 见了姐姐也不知道行个礼 你这贱婢 在胡言论有些什么 你这蠢丫头 抬眼看清楚 就算你认不出我这个姐姐 但你总认得叶王妃是谁吧 叶王妃 难道你是 知道就好 快让开 我要去找爹爹 好个口无遮拦的奴才 什么 来人哪 把这个剑帝给我带回去 我要亲自治他的罪 你这贱婢好大的胆 你这贱婢好大的胆 见了本小姐 还不赶快行大礼 你们放开我 要我向你行大礼 你受得起吗 怎么说 我也是你姐姐 姐姐 就凭你也配 你不过是养在山上的野种 如果不是我给了你这次机会 你恐怕这辈子 也没有机会来京城 既然不愿意行大礼 你们就给我按住他 让他给我跪下 别说我是你姐姐 就凭我现在叶王妃的身份 要跪也是妹妹你 向我磕头行大礼才对吧 难不成你要以下犯上 好啊 既然你是叶王妃 刚才却在宴会上 和北唐公子梅来眼去 勾三大四不守妇当 倘若被叶王爷知道 我看你这王妃 还当不当的下去 哼 你个傻雕 就算我给叶王把戴了绿帽子 人家只会知道是你 千云相干的 天底下怎么会有你这种厚颜无耻之人 是谁在此口出狂言 谁他喵敢污蔑我家云商的清白 爹 娘 爹爹 娘 幸亏你和爹爹及时赶到 不然沙儿的名誉 就让人给毁了 娘 太欺负我 别怕又娘子 睡不了 又开始演了 芸汐拜见爹爹 真的是你 芸汐 你怎么回来了 还这副大腕 芸汐是来找雀儿和雪姨的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还有其他人知道吗 难道 叶幽鸣也来了 芸汐是偷偷回来探望雪姨的 其他人并不知情 你什么身份 有主子来看望奴才的吗 看看你现在这样 成何体统 爹 她站着王妃的名头欺负我 她想抢我的北唐公子 你出嫁前我是怎么交代你的 我这么出阁的事 会害了整个相府的 你知不知道 你现在即刻给我回去 回去是可以 但是我有两个条件 第一 我要带雀儿走 第二 你们必须答应我 把雪姨找回来 并且治好她的病 雪姨为什么会被赶出丞相府 她的贴身血玉锤 为什么会被拿去送给了太子 夫人 何有此事 老爷 那雪姨病入膏肓 得的又是传染病 我只能赶她走啊 是啊爹 雀儿也在我身边好好的 哪有人敢欺负她呀 胡说 你们天天让雪姨干重活 她能不病吗 芸汐 你可不能血口喷人哪 让下人干点活就叫虐待吗 何况是芸山把王妃的位子 让给了你 你才有机会离开令芸山的 让 不惜冒着欺君之罪 也要让我代替妹妹 嫁进夜王府 当真是为了我这个从小 被定义为不祥的人吗 那我不介意把王妃的位子 还给妹妹 放肆 你这婆侯 简直无法无天 什么样的人 就生什么样的女儿 以前 姐姐你娘极恨我娘 并用邪术害人 阴险毒辣 姐姐真是青出于蓝 而胜于蓝 想家害整个相府 真不愧为母女啊 是 王爷 属下已调集人马 随时都能包围成相府 不用 就去接个人 何必大动干渴 可是 王妃回到娘家 那有什么可担心的 虎毒不识子 千傲天再狠毒 总不会对自己的女儿下手 走吧 是 怎么说我都可以 我不许你说偶娘 善儿 你这野丫头 也太没教养了 怎么能动手打人呢 姨娘 看在您是长辈的份上 我就不知道你算这样子 但请你自重 触口 你这个不孝女 快向你妹妹道歉 当年谁多次陷害我娘 您心里跟明镜似的 何必颠倒十倍黑白 我娘根本就没有害过任何人 那个罪负害人害己 证据确凿 休要再次口出狂言 来人哪 不把这不孝女拉出去 重打三十大碗 站住 今日丞相府宴请贵客 先大人等不得入内 叶王爷在此 岂如你们放肆 原来是叶王爷 小的正要去禀报丞相 我来接王妃 就不禁斗丞相了 王爷 王爷 你可知错 我又没错 凭什么冤枉我 凭什么冤枉我娘 你 既然你如此不知悔改 打我 我认错为止 都给我把力气使出来 你们不能打我 我可是叶王妃 叶王妃咱们 就算王爷来了 我也可以教训我女儿 王爷王爷 请您留步啊 我查 我查 住手 是谁 老爷 叶王爷不容奴才禀报 就着急闯进来 小人不敢多加阻拦 还请恕罪 叶王吧 他怎么来了 原来是叶王爷大驾光临 老夫有失远迎 千丞相不必在意 王爷怎么也不让下人通报一声 是何事如此匆忙 让您亲自通门呢 本王今日是来接本王的王妃的 想必是本王近日事务繁忙 忽略了王妃 不想 他竟一个人回了丞相府 来接我 他发现我不在王府了 糟糕 还没看我 难道是认识我来了 老臣见云商擅自回了家 问了缘由 得知他竟然未告之王爷 自作主张回来 不知本王的王妃犯了什么大罪 要被账责 以前就听说要王爷欺与萱啊 虽然他浑身透露出冷力之气 但如那又如此浮血 也算不枉此伤 可恶 便宜那个野丫头 伤恩如此肆意妄为 老臣是怕折损了王爷的颜面 故一时激愤 善儿 还不赶快过来向叶王爷赔罪 真会说啊 几句话就把罪过化解成为他人着想了 我我我擅自出府 还请王爷不要怪罪 善儿 在王爷面前怎么能自称我 还行男子之礼 实在没有规矩 可恶 这王爷还什么都没说 真是多管闲事啊 妾身拜见王爷 请王爷恕罪 王妃不必拘礼 请王爷随老夫去前厅做做 老臣也好 备上上好的茶点 不必了 本王还有钥匙在身 既然本王王妃已经找到了 那本王就告辞了 啊 这就要走了 对了 可不可以用此机会 既然叶王爷有钥匙在身 老臣就不再多留了 等等 王爷 妾身在王府好生寂寞 才会悄悄溜回丞相府 要是能让从小 陪妾身长大的丫鬟来做饭 妾身就不会再乱跑了 这丫头 还挺惊的 这么好的机会 我不多加利用 老娘就是真地神 对了 还有雪姨的下落 烦请爹爹在十天内找到 没有问题吧 十天 这 要是见不到雪姨 女儿思念心切 指不定会说出什么胡话来呢 竟敢要挟老夫 早日就不该让她嫁进叶王府 爹爹定将全力办到 也请叶王妃遵守理法 好好待在叶王府 不要再做出此等 有违身份之事才好 可恨 叶王妃 你配吗 这永远都是我施舍给你的 潜离溪 我们走着瞧 老臣恭送王爷 对了 听说丞相今日在家举办了宴会 还请了一位贵官 是老夫的一位旧友 难得来一趟京城 是从西边来的吧 他 喜欢云游四方 好 原来 你是叶王妃啊 太好了 看来叶王妃之身份 还是有点作用的 这下又可以和雀儿胡作非为了 想想就开心 先说好啊 我可一点都不稀罕你 不过 今天 谢谢你 是 乒乓 门 有 坐下 啊 就是 你 如果 你 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敢拦我 楚美人 王爷吩咐过 今天谁也不见 我可是王爷最宠外的妃子 让开 您别为难小的了 王爷 王爷你去会课呀 戴上娇儿吗 公事 不变好 王爷 王爷 以前夜王独宠楚美人 可今天怎么就烦了打 你看到他脸色们都绿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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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捅我 滚一边待着 是 滚 童童叫我滚 滚 这是怎么了 谁惹娇儿妹妹发这么大火呀 姐姐们是来看笑话的吗 妹妹心情不好 可是因为王爷的心宠 心宠 前些日子 王爷不是带回来两个丫鬟吗 两个小丫鬟 比得过我楚娇儿 这其中一个 其实是叶王妃千云杀 什么 她不是一直在清幽阁吗 怎么会 妹妹没事吧 她可没那么安分 脚滑着呢 最近不知使了什么狐媚之术 突然间就引起了王爷的兴趣 我们都是太姥姥安排给王爷的 可妹妹不同 是王爷亲自带回来的 自入府以来 一直备受宠案 最近突然失宠 自然与那叶王妃脱不开干系啊 妹妹出声孤寒 全靠王爷才能衣食无忧 若是失了宠 我们背后还有娘家 可妹妹你 就真的什么都没了 千军伤 别躲呀 我给你戴上 大小姐 我必不能戴这个 被人看到就糟了 哎呀 看你多好看呀 来来来来 别得意 给我等着 等爹爹找到雪姨 我就带你们去凌云山 那里的鱼 比这儿的更好看 可雪姨身染重病 也不知 没事儿 我师父在凌云山 他一定能治好雪姨的病 嗯 小姐 小姐 啊 啊 啊 珠子 你没事儿吧 对 对不起 啊 雪儿 你是谁 喝你水的人是我 为什么踢我的丫鬟 哼 有眼不识泰山 我们珠子 可是整个王府最受宠的楚妹人 踢个丫鬟算什么 秋竹 不得无礼 她可是夜王妃 是 原来是楚美人 刚才不好意思 不过一点脏水 没事儿 小姐 楚美人大毒 雀儿 我们走 等等 一个奴婢擅自翻花 这可是渐月之举啊 我给我的丫鬟带花 你又何必计较呢 不是我们主子计较 这是王府的规矩 既然王爷把王府都交于妹妹管 妹妹就丝毫不敢怠慢 还请王妃姐姐 不要让妹妹男子 秋竹 长嘴 是 你敢 要真论起规矩 我是王妃 你是侍妾 那你也应该听我的呀 刚才你见我没有行李 没有下跪 我是不是也可以罚你 不过是个不受宠的夏唐妃 还真是自己当回事儿啊 小姐 是 芸汐大人 是 他要不欺负别人就算好了 小废话 就叫你炎娘配合我 既然楚美人 如此遵守王府的规矩 那我再互端也说不过去了 你要打 便打吧 秋竹 是 快 住手 快给我住手 我 我的脸 竹子 你没事儿吧 我什么楚美人婚 干得不错 那当然 办得不错 要是有了这匹良马 对抗西边的战士也能多些底气 谢殿下夸奖 若能获得陛下的顺序 开放量产就更好了 只是 父皇应该是支持我们的 只是碍于多方意见 不便明示 那怎么办 难道就这样拖着 过两天就是双儿的生日 大家都会去庆祝 届时若能征得父皇同意 一切就好办了 嗯 你 你到底用了什么要说 你脸也打了 规矩力了 这事就这样吧 你走了 给我 给我拦住她 请王妃留步 凭你们 就能拦住我 你是妖女 不把事情说清楚 我不会放你走的 何事如此喧哗 切身拜见王爷 拜见玄将军 李团 什么动 你怎么了 王爷 小倩 怎么也得住我了 你的脸 怎么了 起身 在花园里散步 不知哪儿得对了王妃姐姐 被姐姐泼了一身脏水 不仅如此 王妃姐姐还用妖法来害臣妾 妖法 臣妾看到丫鬟雀儿 擅自簪化有为规矩 便要求助掌嘴 可不知为何 受伤的却是臣妾 求王爷为臣妾做主 是啊王爷 奴婢们亲眼所见 奴婢打的明明是丫鬟雀儿 不知王妃做了什么手脚 伤却出现在主子脸上 既然如此 把丫鬟雀儿拿下 掌嘴三世 喂 无缘无故你凭什么打人 凭什么 竟然为了一个小侍女而违抗我 且不说这是最快的验证之法 如果本王要他死 他活不到明天 我 皇爷息怒都是奴婢的错 还请王爷不要轻怒王妃 还不快长嘴 奴婢遵命 我没事儿 放开我 水是我泼的花是我带的 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一人所为 和雀儿没有半点关系 你们要打便打我好了 王爷息怒 王妃姐姐身份高贵 妾身身份低贱 怎么能让姐姐 为臣妾受这种委屈啊 王府有王府的规矩 无论身份贵贱 许一事同仁 除美人能如此不计前嫌 为王妃求情 真乃贤良输得的典范 玄将军票赞了 叶哥哥你看 没有什么要说 除美人也不易追究 反正打也打了 不如就算了吧 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 除美人如此端庄大度 难道不是想大事化小吗 对 我希望王爷可以饶恕姐姐 那就是喽 罚也罚了 除美人拦之长生 真是要在下配法 但 但是 如果王爷一定要处罚姐姐 那臣妾也是不敢反对 既然你不想追究 本王爷没兴致陪你们耗下车 这次便饶了你 谢王爷开恩 王妃 我们走 站住 站住 本王让你走了吗 这没我们的事了 怎么就不能走 把王妃关进柴房 撕过三天 吩咐下去 这三天 谁也不许给他们送吃的 是 雀儿 你没事吧 启发这儿而已 没事了 你等着 我一定会为您讨回公道的 小姐 雀儿不要公道 您别再得罪人了 可是雀儿 小姐 奴婢赖命一条 您可千万不能为了奴婢 惹怒王爷 这偌大的王府 您能依靠的 只有王爷一人 您要学会隐忍 我必求您了 芸汐大人 吃麦豆 用米团 小姐 您想和谁说话 芸汐大人 您没事吧 太狠了 你们这还叫 吃的 吃的瓶口飞了进来 别乱吃了 开吃 等会儿 先说个重要的事 我已经确定了 医治我力量的人 就是叶妖明 有她在 我就无法发挥力量 你找机会接近她 看她身上 有没有一块 金香玉的班纸 班纸那次啊 特有龙形花纹 啊 金键汤 我才不要啊 人家之前还救过你呢 你就不能别赌气了 好吧 那那你们还记得 给我送吃的的时候 让我留意一下吧 好嘞 舅主 你可知自己因何被罚 别明白 那都是王妃 害的 不错 行了 别打了 过来为我梳洗更衣 是 那个不受宠的王妃 活该被关柴房 想我楚娇儿 宠冠王府 见着王爷也得毕恭毕敬呢 她竟然敢一再顶撞 真是不自量力 就是 奴婢亮她也翻不出什么浪花了 还是不可掉以轻心 我一定要在王爷面前揭露她的妖术 让王爷修了她 她会不会是在清幽阁煮酒了 沾染上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了 清幽阁 好 秋竹 你明天去一趟道观 把最有名的道士 通通给我请来 是 珠子 奴婢明天一早就去请 怎么 本王说的还不够清楚吗 属下不明白 您之前说要拷问王妃 现在又变成调查王妃 这到底是 本王做什么 用的招向你一切事 听懂了就去做吧 是 芸汐 奇迹是女孩子一生的大事 这是维师为你准备的礼物 哇 好漂亮的花 师傅 这是什么花 我从来没在凌云山见过呢 这是幻幽兰 并不生长在凌云山 师傅 我 奴婢给王妃请安 你们几个动作要快 是 王妃 请王妃务必跟奴婢们走 我跟你们走 但不许再找群儿麻烦 遵命 你们要做事啊 来 让我走 所以说你们把我弄得表里表气的烧干嘛 奴婢们只是奉命行事 绝绝 答案就在眼前 请王妃上马车 你总得告诉我去哪儿吧 您马上就知道了 想逃去哪儿啊 放开我 你 你的眼神最初有离本 未开意 花心自却注意 教室听闻又何必 是谁来伤识说 到底就像解不开的实情难题 你咋那么糟 快走下来 这不就是夫妻间的正常操作吗 好痛啊 你说把我睡离地球吗 这可是你让放的 你不在不又想好 你把您拥抗我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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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 快走 不知道是这大骨铁 它还是闻到了真香的味道吧 野哥哥怎么还没来啊 我想应该快了吧 放心 她最疼你了 再忙也会过来的 子萌哥哥说的对 就是不知道 她会不会真带王妃嫂子同来 什么王妃 野佑明那个死面瘫 那丫头明明是我先看上的 她也答应送给我了 竟然褲儿翻耳儿 你卡倒吧 送你 皇上赐婚明媒正确 从头到尾有你什么事啊 能让子萌哥哥这么惦记 有趣 我倒要看看 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叶哥哥 叶哥哥 叶哥哥你来啦 叶哥哥双儿好想你哦 看我这心造的公主服 你觉得怎么样 你喜欢就好 不必再以他人看法 还是叶哥哥最懂我 看到没 这就是我们牢不可破的情感 他是谁啊 蓝霜是我们最小的妹妹 叶兄一直宠着她 你们几个 还不快跟上 叶哥哥这边 哎哟 豆子少了一个 是我粗心了 以前都是四个人 没想到今天多了一个 没关系啊 让人再加一把就是了 这女人 好 你要装大都是吧 她没有奸情 皇上赐婚 没有奸情 皇上赐婚 没有奸情 对了 你是叶哥哥最宠的小妾吧 听说叶哥哥为了你 都冷落了新进门的王妃呢 宠妾 她该是不会顺柴房的 你在说什么 她不就是你吵着要见的 叶哥哥的王妃吗 还真是王妃 善儿还小 没想到叶哥哥真的会带王妃来 你可不要介意啊 王妃姐姐 不会 不知者无罪 称为而已 我并不介意 你个叛徒 居然出卖我 公主 会场已准备就是 时辰一到便可开宴 嗯 一定要让所有人都尽兴 今天是什么特别的日子吗 今天是蓝霜的生辰 也是她急机的日子 时间过得真快啊 急机啊 哦 对了 啊 啊 茅房在哪儿啊 哦 那 那边 嘿嘿嘿 那真的是相府千金嘛 茅房这种粗鄙之语也说得出口 王妃真带卡 为人好爽 功夫也不错 大有女侠风范 怪不得 连魅煞都能被她驯服 魅煞 不可能 她不是指着叶哥哥做主人吗 哦 竟有此事 我亲眼所见 魅煞在她面前 乖得跟兔子一样 哎呦 不错 这丫头虽对我有些敌意 但师傅说过 急机是女孩子的人生大事 还是送她一份礼物吧 哦 原来是个小花妖啊 原来是个麻瓜啊 老人清兴 你 你看得到我 对啊 我有件事想请你帮忙 帮忙 你到底是谁啊 为什么能看到我 原来如此 她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 说吧 什么事 今天是这府上主人的生日 我想送花环给她当礼物 你能帮我找些花吗 没问题 你想要什么花 幻幽兰 幻 幻幽兰啊 不愧是领取果大人的朋友 可以吗 这个 幻幽兰 是千年一开的仙佳奇花 我这种小花妖是没有的 千年一开啊 而且 此花生长在拓安芽上 中年又不次守护 一般人是没有办法靠近的 嗯 师父从没提过这个 哦 不过呢 我虽然没有幻幽兰 但又更适合公主的生日游哦 哇 此花名叫季子兰 虽不及幻幽兰 可也是三百年一开的真品 公主一定喜欢 谢谢您小花妖 北堂公子 今天姿势提他 那不是西边部族地上最强的男人 北堂猎马 他怎么也来了 还和千丞相撩的伙着呢 哼 千傲天那只老乌龟 连乌龟头都懒得草 说起来 这女人怎么这么晚 她不会是迷路了吧 来了 王妃嫂嫂 我们在这里 干什么去了 怎么这么晚 奴婢只是方便行事 王爷一会儿就知道了 那 你 前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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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是 好的 坐坐坐 大人这个东西 来来来来来 孙大神坐这 好好好 来来来这个 哦 哎 司徒大人送何田欲如意之 祝兰霜公主吉祥如意 太子殿下送金蕾丝欠红宝石 双卵点萃相同一个 祝公主殿下绣阁长春 贵重是贵重 但都是些俗物嘛 对了 太子哥哥怎么没来啊 回公主 太子殿下病了 在府内休养 皇上日前让叶哥哥着手军武 这帮剑锋使舵的家伙 也不按手了 我们同西边关系敏感 到底是战是和 各派都在揣摩皇上的心思 表面是公主的生日宴 暗中却借着献礼 各自决利 说到叶哥哥插手军武 最该做礼班的人 千丞相 送银梢兰 双龙戏珠 珊瑚卓一队 凤凰展翅 六面香宝石凤冠一顶 青香红蓝宝石 戒指一枝 发廊彩花惠簪一枝 老臣祝公主百福俱真 愿公主之福厚择天下 看嘛 果然大方啊 下一个该我们了 玄少将军 送七彩锦丽一队 怎么样 干得好 我喜欢 快看看我的礼物 玉王爷送点翠香宝 女工一套 并驻蓝霜公主 早日觅得家偶良人 可恶 你这家伙竟然敢讽刺我 不跟你一般见识 不知道叶哥哥会送我什么呢 叶王爷送九色叶明珠一颗 驻国之明珠蓝霜公主 永寿福泽 叶哥哥果然最爱我了 好小子 难为你掏出这么个宝贝 不错 谢父皇夸赞 西边部族北唐烈公子 送七彩琉璃斩一支 大手笔啊 那可是西边部族爱四季的宝贝 求和吗 这下把叶哥哥的风头全抢光了 宝物再珍贵 也集不上公主殿下的万分之一 在下代表西边部族 祝公主殿下 生辰快乐 说得好 有鹏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西边能有如此诚意 朕深感欣慰啊 皇上 北唐公子此次前来 更是希望与我们前贤尽弃 重修旧好 自古以来 我们西边和中原同气连支 就算偶有摩擦 只要解开了误会 大家还是兄弟 北唐公子说得是 皇上 您看我们 既然礼已赠毙 就请父皇 下旨开宴吧 双尔也该等齐了 好 开宴 且慢 伤儿 你怎可如此 没大没小 粗鲁无礼 公主的贺礼呢 怎么不见你送啊 难不成只带了一张嘴来 怎么会 我这里有一份礼物 要送给蓝双公主 此次寿宴 我们要抓住机会 明日 我会借两国通商为由 劝皇上开放边境重镇 若此法可行 但时机已到 你我便能理应外合 但我们贸然出击 叶尤明一派 绝不会善罢难休 放心吧 太后一向不喜欢叶尤明 若发生口角 他定会站在我们这边 章儿 你怎可如此 没大没小 粗鲁无礼 公主的贺礼呢 怎么不见你送啊 难不成只带了一张嘴来 怎么会 我这里也有一份礼物 要送给蓝双公主呢 公主一定猜不出是什么吧 我也没有私底带啊 伤儿 你也太没礼貌了 蓝双公主自小受皇上宠爱 什么奇珍异宝没见过 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饶蛇 我哪有 没大没小 进了福家门 就把家里教的规矩全忘了 扣 今天是公主的寿宴 岂容得你们母女 再次争论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是 朕倒是对你的贺礼有了几分好奇 赶紧拿出来吧 我送的是一顶花环 啊 花环 什么鬼 你嫁进叶王府后 竟变得如此不懂礼法 献上这么穷酸的礼物 岂不是折辱了叶王爷的脸面 连为父也跟着丢尽了脸面 你 我堂堂叶王府 还不须王妃自备礼品 没想到令千金还是特意准备的 单就看这份心意 怎么能与我们送的那些俗物相比较呢 叶王八算你够意思 这 令无碍 千丞相和千夫人在这种场合如此喧哗 我看不识礼书的人 到底是谁啊 王爷如此宠爱小女 老臣十分欣慰 但是 王爷身份特殊 如今又被皇上委以君务助任 本应更加严行谨慎才是 可王爷反倒目中无规矩伦常 这真的好吗 好像给叶王八添麻烦了 叶儿 方才确实叶王妃顶撞在先 你宠他可以 但是长幼轻重不分 怕是难担你父皇 对你的期望啊 黄奶奶 皇兄他没有那个意思 哀家再同叶儿说话 黄奶奶 您别怪哥哥们了 其实我还挺喜欢这花环的 清丽脱俗 幽香扑鼻 这 这难道就是 姬子兰的花 姬子兰 此花三百年一开 三百年 极难成活 十分较贵 而且 必须是心性极为高雅之人 才能有资格 照顾此花 哪儿来的蝴蝶 大概 都是被姬子兰的香味吸引过来的 从前 我只是在画册里看过 就一直特别想往 当年你们的祖父 从一位世外高人处得到过一株 虽然精心照顾 长出了花苞 但是哀家 却没有能看到她绽放啊 恰逢今天是我乖孙女 及姬之日 姬子兰 贵重难得 配得上我的双儿 甚好甚好 叶王妃 有心了 没想到 你一直被关在柴房里 还有空给兰霜备礼物 可公主府并没有这种花 是哪儿来的 哼 反正我没通没强 原姬子兰都能培育成功 叶王妇可不得了 还是皇上 慧眼失财啊 是啊 行啦 开眼吧 开眼 来呀 姬大人 来 请命大人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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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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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大人 趁下 看看 干 北塘公子可还习惯我中原的料理 中原地大物博 食材丰盛 这北方的梅花酒和南方的荔枝羹 竟可同时出现在桌上 在下大开眼界 只是 这荔枝稍稍有些不新鲜 若是有更快的马匹来运送 皇上 中原有物产 西边有梁居 不如我们各取所居 开放边境 通商口岸 如此一来 既搞活经济 又拉高既地比 岂不一举两得 梁居 如今西边既然有意讲和 又拿出了诚意 臣认为此等梁机不容错过 皇上 边境重镇乃军事要地 开放考案绝非而泄 请三思啊 玄疆军的担忧也不无道理 可一味固步自封绝非长久之计 还是说 玄疆军信不过自己保家卫国的能力 可 我们愿意拿出最优质的梁居 促成此次和平贸易 那么宴会之后请公子进宫 就通商一事细心商谈 谢陛下 恭喜父皇与北唐公子达成初步一项 不过说到马匹 儿臣前些日培育出了一批新品种 足以与西边的梁马匹敌 竟有此事 众所周知 我西域的马巫人能敌 叶王殿下会不会拖大了 既然如此 不如与本王比一比 到底谁的马才是天下敌 这么好玩的事 本公主准了 不可冲突 怎么 北唐公子是怕了吗 叶王殿下清理相悠 在下怎能不奉陪 正好 让在下领教一下王爷的奇数 不 要和北唐公子比的 不是本王 而是他 什么 什么 叶王殿 让王妃比赛吗 叶王殿下 您是开玩笑的吗 本王像是在开玩笑吗 叶王八到底在想什么呀 父皇 儿臣养的良居 若由不善其数的人来驾驭 仍能赢过北唐公子的马 那便是真正的天下第一了 好 那今天朕就来当你们的裁判 谢父皇 来人 牵马 加油 你能想 不是吧 那就是叶王殿下 养的新品良马 我真生得样貌非凡啊 原来是你啊 紫薇 好久不见 我的耳康 今天是你要欺人家家吗 嗯 我亲眼所见 没啥在他面前 乖得跟兔子一样 哼 有点意思 死吗 不错 正是本王培育的良居之一 或者跟北唐公子的千里雪蹄相比 如何呢 你从未说过 易有名有赤龙居 我说过不可冲动 准备好 便可开始了 比赛棋手 叶王妃 北唐公子 请上马 赤龙居队千里雪蹄 胜负难料啊 若此时让叶游明得势 咱们的计划可就全泡汤了 富贵险中求 叶游明咄咄逼人 说不定 这么是我们的好机会 北唐公子是要 有备而来的 可不止他叶游明一个 备责的 阿雅 怎么回事啊 馥 下雨了 下雨了 快扶主子们去回廊碧雨 人家的双眼 天公不作美啊 皇上 通商一世日 具体开放哪几个口案 需要慎重决定 既然大禹拜幸 不如来微臣府上 好好赏 不要我们父皇 今天是人家的生辰 你们谁走 谁是坏人 是啊 父皇 要是大家都走了 谁来派蓝双眼 就是啊 天丞相是否考虑过公主的感受 是微臣考虑欠妥了 还帮公主恕罪 可现在下大雨 宴会无法继续啊 这 不要不要 你要花一个多月准备的宴会 不要就这样泡汤了 双儿 天有不测风云 公主殿下 咱们不能跟天斗啊 那可未必 天是死的 人是活的 不过是场小雨 办法 多的是 你打算怎么做啊 那边树上的红绸段还有多少 回叶王妃 库房里还有很多 那卷帘呢 也有不少 劳烦都去拿一些过来吧 是 叶王妃这 到底是要干什么呀 这次你又想干什么呀 这次你又想干什么呀 王爷想知道吗 说 就不告诉你 滚 叶王妃 您看这些够吗 请问 您还有什么需要奴婢去拿的吗 我看看啊 好像还差点东西 回狼转角处有鹅卵石 去拿酒过来吧 难道他知道我要做什么 这么说他刚刚是故意装作不知道 卑鄙的家伙 让奴婢拿这些做什么 都下雨了 难道要重新装饰 叶王妃 您看这些够吗 您看看 可还有什么需要奴婢去拿的吗 我看看啊 好像还差点东西 回狼转角处有鹅卵石 去拿酒过来吧 难道他知道我要做什么 这么说他刚刚是故意装作 卑鄙的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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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lash 抹 指 柯 رة reasons 还会跟我说 across 叶王妃可真让人错不及防啊 一切是个个令人意外的孩子 这女人是珍稀想帮我来说 还要再拿一些过来 你搞什么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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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不过也是有热心肠的时候嘛 什么 这样宴会就可以继续开始了呢 真是太好了 不愧是我看上的女人 果然并且聪明 没想到夜王妃竟然会功夫 完全不像一个千金大小姐 在下佩服 你是那个爹爹府上的贵人 啊不对 色狼 你干嘛 你要带我去哪 放我下来 奴婢们给王爷王妃请安 王爷王妃感情真好 夜王妃有人 赶紧看 出什么法国 放我下来 有人再又如何 放我下来 我自己走 奴婢们给王爷王妃请安 啊 哎 等一下 我不进去 我不进去 啊 你想干什么 啊 本王好像不止一次警告我 不许违抗我的王 真是不常记性 啊 那又怎么样 放开我夜王妃 不要白费力气了 你这个该死的家伙 都说了我不要进去 啊 啊 啊 不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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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个变态王妃怪你 啊 放我下来 啊 啊 啊 可 可恶 又摔我 啊 把衣服换了 你尸身的样子 除了本王 谁都不能看 你尸身的样子 你尸身的样子 还能看 你们即刻去为王妃 唤喜一下 然后再带回宴席 奴婢遵命 这叶王妃啊 真是令人刮目相看 嘿 高啊 此情此景 真是风雅之志啊 不错 来 叶王妃到 好美啊 这真是仙女下法 效果还不错 生辰烟会能继续下去 真是太好了 拜见皇上 皇上万福今安 好 平身吧 你来得正好 叶王妃与蓝霜公主有功 朕正说要赏赐你呢 不知你可有什么想要的东西吗 我并没有什么想要的东西 能出一份力让宴会可以继续 我自己也很开心啊 说得好 叶王妃果然与众不同啊 既然如此 这个赏赐等你想好 可以随时跟朕提 谢皇上安典 那你入席吧 宴会继续 你那血衣要下落了 什么 如果你想到毫发无损的话 就记住你答应我的事 休要再肆意妄为 惹是生非 我知道了 走吧 叶哥哥 王妃嫂子 请留步 怎么了 这个 这个请你收下 为什么要给我这个啊 谢谢你送我那么贵重的 姬子兰花环 我很喜欢 今天还多亏你的好主意 我的生日夜才能继续 谢谢你在这一天 让我拥有美好的回忆 这个礼物 虽然不能和姬子兰相提并论 但这是我最喜欢的东西 希望 希望 谢谢你的礼物 我会好好珍惜的 王妃姐姐 她还有这么可爱的一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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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小姐 奴婢扶着你 小姐快看 是叶王爷和叶王妃 好 婉儿 谢谢叶王妃 向我道谢 这是为何啊 你是那个被小偷 偷走荷包的姑娘 你那女扮男装 还是算了吧 荷包里的玉佩 是我爹留给我的遗物 是我最重要的东西 能帮到姑娘 我也很开心 这玉佩有古怪 上面可能附身至妖舞 穿 小姐 凌玉丸可有带着 奴婢已经给小姐吃过凌玉丸了 但是凌玉丸已经 看来这妖气已经对她的身体灼伤很严重了 心儿别乱说 我已经感觉好多了 不介意的话 可以让我为你把脉吗 你干什么 把个脉能干什么 本王可未曾听说千大小姐为什么医术 你没听说过不代表我不会 现在南小姐的病医治不好 我有办法可以医治 你们你们不要这样吵架 我 南小姐 你可以把玉佩给我看看吗 当然可以 不是你的话 父亲的遗物早就丢了 可恶 如果直接去除 可能会损坏南小姐父亲留下的遗物 只能想办法暂时压制她一下 回去以后 南小姐可以随身佩戴一串菩提串珠 佩戴菩提串珠就行了 另外要放松心情 等你觉得好一点了 可以来王府找我 我会想办法帮你排毒的 如此便有劳王妃了 你到底有什么企图 什么 你爹贪赃王法陷害忠良 让婉儿的父亲 武兵马粮草之源而血洒疆场 收起你那无辜的脸 少在我面前装蒜 我一定会让他付出应有的代价 你虽是他女儿 但我会保你一命 前提是你安分守己地待在王府 并且离婉儿远一点 抱歉 你说得离病人远点什么的 我做不到 你说什么 我不是我爹 我就是我 我既然有把我治好婉儿姑娘的病 就不可能置之不理 这是我的原则 我们之前没见过面也不互相了解 但是你要处处提防我 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 那就随你变了 哼 来人哪 把王妃带回清幽阁 没有本王的命令 不许王妃出府半步 什么 你奸进成瘾啊 哼 本来今天公主生辰宴我对她还有所改观 可这个神经病一回来就有关我禁闭 不开心 原来今天王妃带您去参加公主生辰宴了 什么也不说 突然就把大小姐您带走 可担心死我了 哎 你看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 别担心了啊 哦对了 公主送我的礼物还没打开看呢 咱们一起打开看看吧 哦 哇 是鞭子 我好兴奋哪 啊 竟然不知不觉 走到这儿了 大小姐 你慢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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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舒服啊 以后再见到公主 一定要好好谢谢她 大小姐 王爷既然带你去参加了公主生辰宴 是不是代表 王爷还挺在乎您的 啊 啊 快别跟我提那个可恶的变态妖妮王爷了 嗯 说什么在乎不在乎的 快得了吧 我看见她就觉得内火旺 恨不得把她当甲鱼给清蒸了 哎 可是 您毕竟是王爷的王妃啊 如果您能跟王爷好好相处 夫妻一场 靠的就是婚日子啊 雀儿 你忘了之前那家伙怎么对咱们的了 啊 啊 这种性格怪异的家伙 我唯恐避之不及 怎么可能跟她好好相处 现在我和她井水不犯河水 多好啊 可是 王爷是您的夫君啊 大小姐 真的能跟她井水不犯河水吗 没问题 好 我倒要看看你能不能井水不犯河水 本王怎么也会干出公厅这道事了 啊 王妃万福精安 平顺吧 奴婢苏蓉奉王爷之命 前来请王妃去崇德殿 崇德殿不可能帝王 回王妃的话 崇德殿是王爷的住所 这该死的王爷不知又想怎样 那你还是去吧 啥 你躲得了今天躲不了明天 不如利用这个机会 去帮我查查 王爷身上有没有那个东西 万一找到了 我就能随意出入王府 到时候 你想我怎么帮你都不成问题 也是啊 虽然每次跟你去哪儿都没什么好事 我还是跟你去吧 奴婢多谢王妃体恤 让我来这儿想干什么 王爷吩咐 从今天起 您负责崇德殿的各种日常事宜 日常事宜 这边是水缸 请王妃把水缸挑满水 这王府是缺人吗 为何突然要我去做这些 奴婢怎敢肆意揣夺王爷 奴婢只是奉命请来王妃 砍柴挑水 都是你们王爷吩咐的吗 你带我去见她 我要当面问问她究竟是何居心 王妃还是别去找王爷了 万一您惊怒王爷 不是更糟了 这些活都是我平时做惯的 我一个人就能轻轻松松完成 那怎么行啊 啊 怎么能让你一个人做 我也来 大小姐 雀儿怎么能让您干这些活 你先等等 我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好办法 你 大小姐 你要干什么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对了 娇儿妹妹 这些日子 王爷可有去过你那里 最近没有 不过派人来问候过 王爷公务繁忙 咱们要理解 哎呀 妹妹可真是令人羡慕 别说问候了 我们可是长年都见不到王爷了 姐姐们不要着急嘛 等妹妹见到王爷 一定会诉说姐姐们的相思之苦的 我可不想跟这几个贱女人一样 苦苦地劳死在王府里 主子 奴婢有话要饼干 姐姐们 我们有好戏看了 好戏 什么好戏 跟着妹妹去就知道了 一定会让你们 大饱眼福 大小姐您好厉害 这个办法太棒了 那当然了 我是谁 姐姐怎么披个茬 还这么高兴啊 哎呀呀可真是可怜哪 是啊 姐姐怎么能做这些下人做的事呢 等妹妹见了王爷 一定会为姐姐求情的 为我求情 你谁啊 姐姐你可真是贵人多忘事 这才几天就把妹妹给忘了 大小姐 您忘了 哦 你不就是那个总被打 容易受伤的楚美人嘛 是 你们笑什么 不许笑 你干什么 你呀 就别为我操心了 那个王爷那么残暴 我劝你啊 还是躲他远点 免得再背他 你不知讽刺我 还敢这么做王爷 你真是太放肆了 我是好心提醒你哟 你少假词呗 这是什么 哎呀 这不是前些日子 新买来的竹子吗 是啊 这是妹妹你特意花重金买的呢 你说这好好的竹子 怎么就会砍呢 真可惜 这是你干的好事 我做的 有了这个 打水就不用一趟趟来回跑了 你知不知道 这王府的一草一木 都是我精心挑选的 你不可以擅自处置 我砍都砍了 你说这些还有用吗 上次不让摘花袋 这次不让砍竹子 这王府里的东西 都是你一个人的吗 王府是王爷的 但王爷让我管理整个王府 这王府的一草一木 都归我管 王爷真没眼光 谁在议论本王 王爷来了 王爷您可要为妾身做主啊 王爷您看 妾身省之前又买来的珍贵竹子 居然让王妃给砍了 你不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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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妃到底有多大能量 什么 王爷刚刚是说 把管理王府的权利给王妃啦 是 王 王爷 妾身能管理好王府 妾身只是说 王妃不该怀疑王爷您的眼光 本王没有说你做的不好 是王妃说你做的不好 所以本王很想知道 究竟是本王眼光有问题 还是有人口出狂言 可是王爷 妾身真的 谁给你的胆子 让你一再顶撞本王 冷一下 我可不想管理什么王府 哦 这就奇怪了 不是你说本王眼光有问题吗 你眼光有问题 不代表我想管理 又麻烦又辛苦 我一点兴趣都没有 那王府日常事宜 还是让楚家要管理就好了 王爷 妾身一定加倍努力 把王府管理得更好 自明日起 换王妃 每日来崇德殿 侍候本王 少故意刁难我 皇上不是赏赐我一千两吗 你尽管拿去请人好了 我叶王府用不着请人 但也从不养 闲散懒惰之人 你养谁了 我在清幽阁都是自食其力 清幽阁也是我叶王府的 你舔居非味 伺候本王是你的本分 之前你明明不让我做这些 为何突然变怪 因为你不想做 所以本王偏要你做 这个女人这么顶撞王爷 为何王爷 听好了 明日起 如果王妃敢抗命 便加法处置 是 恭送王爷 谐身恭送王爷 可恶 等救出血衣 我一定要离开这个鬼地方 大小姐 我们先回去吧 幸好管理王府的权力没丢呢 真是虚惊一场 妹妹 你怎么好像在发抖 没事吧 臭女人见死我了 我楚娇儿 跟你施不了力 明明我们井水不犯河水的 这个混蛋 怎么突然叫我来扯的 头发给你拔光 已经说好了 这下我都干完了 那我可以走了吧 你现在还不能回去 为什么 你去给本王 把整个院子打扫干净再回去 扫院子 这不是咱们说好的吧 本王要你做什么 你就得做什么 不需要说好的 你出尔巴啊 还有连累你跟我一起打扫 早知道我刚刚就该给他拽掉你搓头发 给他些教训 大小姐 那可不行啊 王爷会怪罪您的 怪罪就怪罪 我要是怕他 岂不是纵容他得寸进尺 为何突然之间 有好多叶子落下 没有风 而且叶饼也很新鲜 这是 这是你干的吧 这是你干的吧 你看得见我 捉弄别人当然会被看见 请你收回你的叶子 你以为你看得见我 就能把我怎么样 谁啊 谁啊 我 小美 怎么是你啊 你是特意来找我的吗 是你啊 你怎么来了 我来这边有点事情要办 顺便过来看看你 不欢迎吗 嗯 怎么会呢 上次多亏你帮忙 我还想找你道谢呢 那太好了 大小姐 您在跟谁说话 是上次帮我的小花妖 可惜我看不见你们 我叫雀儿 很高兴认识你啊 小美 对了 你为何拿着扫帚 你说这个呀 我今天得打扫庭院 有我在 这些就交给 我来我来 我是树莹木青 刚才多有得罪 我马上帮你把整个 王府的庭院都清理干净 你好够 回去吧 renowned 吹车 这是 我 您是 老夫就是这棵银杏树 已沉睡多年 是你们把老夫唤醒的 您就是这棵银杏树 您为何会沉睡呢 这就是了 我说 他刚从风印中苏醒 可能需要一段时间 恢复身体吧 也是 不过醒过来就好 这下我们这儿可算热闹了 这个枯死的银杏树 怎么突然之间枝伞叶茂了 这也太诡异了 都说秦佑哥这棵树周围 从来寸草不生啊 这 这也太邪门了 快走快走 查得如何 回禀王爷 相府三个月前 多出了一位二小姐 哦 你是说三个月前 你决定吗 是 之前相府就只有一位大小姐 据说这位二小姐 自幽被相府视为灾星 一直养在凌云山上 不知为何三个月前 被人带回相府 莫义 丞相府怎么看 这可是欺君之罪 如果属实 丞相府可是要满门抄产的 你再去好好查查 是 书下遵命 什么 你说的可是真的 千真万确 这树上还多了一副鞦韆 是只诡异 我虽然入府不久 但是这棵枯死的老银杏树 还是知道的 怎么会一夜之间起死回生 知凡夜貌 竹子 这件事 要不要禀告给王爷 不急 我让你请的道士怎么样了 道长出去云游了 说是近几日就会回来 很好 这次无论如何 都要让那个女人现出原形 这次不许是在废米团说的班纸 哪里都没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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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是 哪里是 哪里是在被子里吗 爱妃 你这是在干什么 既然你这么有兴致 又何故推开本王 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你胡说什么 你你你让开 让开 如果本王说不呢 爱妃 刚刚在本王这里 找什么东西啊 找东西 没 没有啊 我只是看不惯不整齐 所以整理一下 既然这样 以后这里都交给你整理好 坑 我给自己瓦了一个坑 我 爱妃你可是最佳人选啊 一大早就动手动脚 王妃兴致也太好了吧 合适 早膳已经备好 奴婢来请王爷王妃用膳 开放了 这看起来也太好吃了吧 舌尖上的王的虎啊 你 普通饭菜而已 你懂什么 好吃的食物 好比仙丹灵药 不仅可以质疑坏心情 还可以 让人长胖 你在胖 你全王的虎都胖 怎么觉得 他有点可爱 你笑什么 这可是你头一遭 不跟本王对着干 有点惊讶而已 对着干 有吗 到处找都找不到啊 他还得想办法 看看该不在他身上 有了 这个女人又想干嘛 王爷请喝茶 难得爱妃如此体贴本王啊 手上没有班纸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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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别动啊 我来帮你擦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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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 你怎么都不躲开呀 啊 啊 啊 身上也没有 看来都不是弄米团要找的人 赶紧溜 嗯 那个王爷啊 我先去打扫了 嗯 不打扰王爷看书了 嗯 去弄完本王就想走了 啊 你干什么啊 放开我 本王要是不放呢 再不放开 我可去绝招了 这女人 才得意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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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 看到她哭了 别哭了 啊 大小姐 你回来了 大小姐 我没事 累了小姨跟人睡一会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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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说啊 班举真不在她身上 那当然 我到处都找了 从头到脚 从外到里 到里 啊 啊 反正我确定她手上没有 她怎么没来 回禀王爷 王妃说今日身体不舒服 不能来侍候王爷了 她病了 可曾请大夫 王妃不愿请大夫 说是休息几日便好 你去 把皇帝刚赏赐的十全大补安 和各色点信给王妃送去 奴婢遵密 病了 大小姐以前在凌云山 下雨天的时候会做什么 雨天会去山里找宝贝 宝贝 对了 雀儿 要不然跟我去找宝贝吧 芸汐大人要去找什么宝贝 我也要去 好的 算你一个 你们去吧 晚上睡觉 不会是糯米团大人 对宝贝丝毫不动心呐 宝贝 芝麻头 看 我的宝贝 原来是木耳呀 雀儿 借好啊 我知道了 你千万要小心 王爷 王爷 嗯 差不多了 咱们回去吧芝麻豆 芝麻豆 嗯 芝麻豆 等等 这个状态是 飞 奴 奴婢 嫩给王爷平安 王爷万福 果然是你 concepts 达象天 我还有别的事 先走了 请你自便 等一下 干什么 你来为本王擦肝 我拒绝 不回 本王这一身雨水 可是你造成的 是你自己跑那儿去的 自己造的念自己烧 那本王问你 你去那儿干什么 你不是看到了吗 我在摘墨尔呗 你不是生病了吗 难道你在欺骗本王 这个 我 我病好了呀 所以才去摘墨尔的 既然病好了 就继续伤好本王吧 为本王擦肝 好吧 帮我去买个东西呀 本王要你亲自擦肝 帮你擦就不错了 要求还这么多 爱找谁擦找谁擦去 哼 本王对你就这么没有吸引力吗 不然嘞 你以为你是磁铁 想吸就吸 什么爱折腾人 真烦死个人 真烦死个人 先你回去吧 烦 嘴上说讨厌 还不是嫁着我夜王抚慰肺 我不知嘴上讨厌 身体也讨厌 根本就不是我能选择的 你真的以为我想嫁给 你干什么 这是你惹怒我的后果 我在干什么你感受不到 那再来一次 你是不是有病啊 情感 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明明可以井水不犯河水的 为什么要一再地招惹我 之前我们不是各国各的相安无事吗 既然你我彼此厌烦 那就不要再要交集了 也请你 不要再故意找我麻烦 井水不犯河水 休息 王爷 王爷 属下已查出王妃的真实身份 哦 说 属下经多方打探得知 丞相府二小姐 才是皇上指魂的千云商 嫁入依王府的王妃 是自小被视为灾星 养在凌云山的大小姐 千云西 很好 丞相的欺君之罪是逃不掉了 你退下吧 是 原来你叫千云西 这是山葵 不能放多 不然会很刺激 哎 奴婢还没吃过这个呢 那你一会儿会终身难忘的 丫头 你在吗 谁在那儿 九云找到你了 然后我没放弃 别过来 别人留吧 你这个人到底来干嘛 哇 这个是 这是我踩的黑木耳 你尝尝吧 哇 哈哈 哈哈 啊 啊 啊 这人 怎么会有这些呢 啊 没想到你的野药这么特别啊 哦 对了 你怎么住在这儿啊 我可听说这是个会闹鬼的不及之地 你不害怕吗 哦 不怕 这儿心里有鬼的人才会怕鬼吧 我觉得这挺好的 就算你不怕 让一个王妃住在这里 就太委屈你了 也有名那个混蛋 竟然这样对待一个弱女子 你跟我走吧 咱们不在这里受虐待 敢拐待本王的王妃 你很有胆量啊 你怎么能让堂堂王妃住在这种地方 有欠妥当吧 我让我的王妃住哪儿 还要跟你商量不成 我不管 你对他不好 我就是要管到底 是吗 看来你还是没有搞清楚 她是你的嫂子 以后我和你嫂子的事 你少管 在看我吗 在看我吗 他在看我吗 填云溪 一定是我听错了吧 你不叫千云商 你是被视为灾星 自小被抛弃的相府嫡女 千云西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你没葫芦我怕啥 请你离开我要休息了 你以为否认就没事了 本王手上可有证据 证据 只要我拿出这些证据彻查 再禀告父皇 你到底想怎样 即使是那种父亲也放不下 真是血浓于水啊 废话少说 你竟然特地来告诉我 就没打算揭发这事吧 要我做什么 直说吧 本王要你每日来崇德殿 心甘情愿地伺候本王 风雨无阻 这 这么简单 你不会有什么 不可告人的目的吧 简单点 你我都容易接受你 哈 扯误 大小姐 不就是伺好人嘛 你消消气 最发这么大火嘛 要不是你去伺候 你当然站着说话不要疼 谁敢让我伺候 我就把谁家全砸了 你 看他还让不让我伺候 这都是王爷的珍藏 请王妃务必小心打扫 都是王爷的珍藏啊 都是王爷的珍藏啊 放心交给我吧 出什么事了 我只是打扫一下 他就 睡了 看你还扔不着我伺候 爱妃没事就好 洗个花瓶 催了再买就是了 那我就让你有的买 请王妃为王爷换衣 没问题 胡 启 乱启 启禀王爷 您新做的衣服让王妃掉水里了 您的书让王妃撕坏了 您喜欢的盆景辈 这回总能摆脱您了吧 无妨 买买买 是 爱妃 你没事吧 我 没有 那就继续来伺候本王吧 也太不拿我当回事了 看来必须得下狠手 吓死人了 孟随 您就炒个菜 怎么过度着火了 油 油放多了吧 抱歉了 蘇哥哥 王 王爷 王妃做饭点燃了油锅 把雏娘们都吓坏了 艾妃 你没受伤吧 没有 我把锅给烧了个洞 厨房烧了再建个新的吧 艾妃没事就好 回去休息吧 我不故意搞了那么多破坏 她怎么一点都不生气啊 奴婢实在不知道 该给王妃安排什么差事了 再这样下去 恐怕王府都保不住了 我堂堂叶王府有的是东西 她想折腾便随她折腾了 是 奴婢明白了 是 我 借 我 可 我 您 先 本王又重新添置了几批名贵物品 都是本王亲自挑选的 可供爱妃你继续消遣 你 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爱妃如果喜欢这种消遣方式 本王也不介意陪你玩了 反正我人帅金多 爱妃 一起来斗手啊 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本王担心爱妃身体劳累 无法伺候本王 所以爱妃你 一定要保重身体才是 这就不劳您费心了 如果没有其他事 我先回去了 有事 那你倒是说啊 本王晚上要处理公务 你先陪本王用晚膳 再为本王延磨 可恶啊 吃大餐喽 这么好吃的餐饺 你不吃吗 本王看你吃就行 看我做什么 看我做什么 你干什么呀 有米粒 米粒 米粒 你直接告诉我不行吗 我自己会她 好 这么配合 好 好想把木坡在她头上 王爷 木摸好了 我可以回去了吧 你去椅子上坐着吧 本王还需要忙一会儿 啥 坐着是什么意思 就是安静地坐着 什么也不用干 需要我教你吗 艾菲 不用了 你迷福业梦 巨哥 你带付云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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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可爱 真是粗鲁的女人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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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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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睡吧 啊 我摸米团 啊 啊 這之後夢裡也在吃東西嗎 真是個貪吃的女人 嗯 嗯 嗯 我這是 睡著了 啊 啊 怎麼是 你忙吧 啊 啊 我怎麼會在你的床上 難道你不應該在上面 我在下面 別動 啊 啊 啊 秦芸汐 你給本王站住 我也才會站住 秦芸汐 不對啊 我跑什么呀 海门问清那家伙到底对我做过什么 是谁在那 女人 你果然看得到我 是魔物 这不是你该待的地方 赶紧走 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好大的口气 我奉劝你乖乖离开 免伤性命 开什么玩笑 区区一个人类 也想伤我 谁换我的好事 这是 没看见有石头砸向你吗 愣在那里不躲 干什么呀 会受伤的知不知道 乖乖待在本王身边 本王才好保护你 是谁躲在那里暗箭伤人 快给我滚出来 看来他不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 我要立大功了 很危险 快回到我身边来 这不是你能对付的 别跟他离开 别拖累我 后面 你没事吧 你为何要帮我挡着 你不用管我的 星尾 你是我的王妃呀 可恶我 到底是什么人 兄姐都交给我 你快走 英雄救命真是太感人了 就让我一起送你们归西吧 算 不可思议 这女人 竟然散了我的妖气 恶无的妖魔 她不难还代表 正义消灭你 到底什么东西在那里 可恶不 你打不到我的 谁说我要打你了 小心 来 你赶紧 她只为她摸过 一别摸过 离开 不用了 不能 贼 了 把 这 算 什么 说 你 说 这是 那是什么东西吗 这难道 就是弄米团让我找的那个班纸 哪来的班纸 你 你刚刚没有受伤吧 我没事 你 班红不碍 不用担心 你没受伤就好 明明受伤的是自己 却在关心我 刚刚发生什么事了 你来的正好 快帮我把他搬回去 这个人 有种好熟悉的感觉 你把他搬到我了 你把他搬到我了 ход过了 不痛 我没问过 医生 这个疤口 并没有血啊 只想让我怎样 她是为了救你才受伤的 不能再磨叽了 住手 老爷爷 您阻止我拔出木刺 是有什么问题吗 让老夫来看看她的伤势 消失了 好了 接下来就是普通的伤口了 配上老夫研制的药膏包扎一下 连伤疤都不会留下 谢谢星属仙人 这样就没问题了吧 光天花日之下 竟然会有妖魔袭击你 对了 我在她手上 看见你找的那个班子了 我并没有在她手上看见班子啊 你听我说完嘛 妖魔消失后 那面班子就从她手上慢慢消失了 班子并没有消失 班子在她遇见危险的时候才会出现 完成使命后又引回到她的手上了 醒了吗 哎 醒了吗 水 好了 你现在觉得怎么样 伤口还疼不疼 不疼 看来兴术仙人的药很有效啊 那太好了 你没事 那我就放心了 真令人意外 艾菲这是在关心本王 是啊 都怪我害你受伤 抱歉啊 只是因为这样 嗯 是啊 不然你要我怎么样了 你要我怎样 哎 借不到啊 借不到 生气了 为什么呢 嗯 那个 我去叫大夫 来给你看看 等等 这些是什么东西啊 嗯 嗯 哼 你 你指什么 就是 它们 啊 啊 啊 你 你看得到它们 你也有能看见妖怪的能力 今天是本王第一次看到这些东西啊 就是在班智出现 攻击我们的东西 刷的消失的那一瞬间 本王看见了它 你真的是第一次看见吗 怎么你一点都不惊讶和害怕呢 能看见这些东西你会害怕吗 开什么玩笑 我怎么会害怕 我有很多很好的妖怪朋友啊 他们不仅对我很好 还很合适 怎么会怕呢 这位是花妖小美 我送来双公主的鸡子兰花环 就是她做的 还有 是穆青师法帮我打扫了王府 这个是鸡兴树老爷爷 多亏她救了你 这个是芝麻豆 之前就是她的青佑哥导弹 这个是我的魔灵糯米团 原来芝麻豆和糯米团是这他俩 我和你提过吗 攻击你的那个呢 我并不认识她 因为这个能力 我才被送去了凌云山 从鸡兮起 我就已经在凌云山上了呢 真是的 我干嘛要跟你说这些啊 对了 怒米团 你之前不是不能靠近她吗 怎么现在可以了 对啊 那是因为颁旨上阻止妖怪们 靠近的结界魔玉水晶 被你们给破坏了 魔玉水晶 结界 所以她也才能看见我们 结界被打破 这也就意味着 所有的妖魔都可以靠近她了 没错 可是妖魔为何要靠近你呢 又是谁给你下了那样的保护结界 是谁给你下了 这样的话 以后就由我来保护你 放心 保护王爷的安全 我也会助你一臂之力 嗯 啊 啊 啊 已经好了 手不方便吧 你干什么呀 怎么啦 狗是什么呀 ード 女伴 她是因为我才受伤的 怎么能不管她 大条什么时候才醒啊 疼疼 你什么时候睁的眼啊 咬一会儿懒 那能不能放开我的手啊 信不信我 不咬吗 还蛮下嘴啊 有了 丢 丢 丢 你是个男人吗 手都比女人爱管滑 可恶 本事都用完了 就给本王老师待着吧 别以为你受伤了 我就不敢对你做什么 好啊 本王没问题啊 你想对本王做什么都行 看来 我要见王爷 我 初 初魅人 王爷吩咐过 不许人来打扰他 苏荣我还没责问你 为何王爷受伤这么大的事 你不告诉我 是 你还敢再次阻拦 你有没有把我放在眼里 可是 你还是别进去了 王爷会怪罪奴婢的 给我滚开 除美人 是你 给我让开 王爷 是谁专许你进来的 妾 妾身听说您受伤了 我担心你 所以才未经允许擅自禁了 放死 你竟然在本王面前冲撞王妃 你可知罪 每个女人 可恶 就算王爷你要责罚妾身 妾身也要来侍奉王爷 出去 可是妾身 还是要伺候您啊 不用了 这王妃在这就够了 是 妾身告退 苏容 奴婢在 王妃呢 回王爷 王妃说看王爷有人侍奉了 并说回去休息一下 哼 那个女人真是愚蠢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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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王爷喝了您请褥傲的药了吗 没有 我去的时候 那个该死的女人在 之前王爷明明让我伺候在侧的 现在连崇德殿都不让我靠近半步 肯定是那个女人用了什么妖法 我得提醒王爷才行 您说得没错 上次在花园被掌嘴 今日银杏古书复苏 还有这次王爷受伤 下人们都说是王妃使了妖法呢 果然是这样 您之前让我打听的媒害 道长云又回来了呢 赶快把她请来王府做法事 多少钱都行 是 奴婢明白 回来 回来 顺便把这件事告诉那几个 是让他们几个一起来 闹一闹 是 主宰 魅海道长呢 请崇美人莫要着急 师父正在修炼蹦迪技巧 一会儿就到了 他把我英文府当什么地方了 废话少说 再不出现就把你们打入地牢 请夫人息怒 小道这就去请 师父您来了 平岛来迟 请夫人恕罪 开门 开门 别躲在里面不出声 这是 奴婢得 把这剑笔给拿下 是 崇美人 奴婢 奴婢做错了什么吗 去问你主子吧 糯米团 你给我放开 我不放 把你送回王爷身边 看你还怎么跑 我去贵上了 王爷不在 奴婢不知 只知王爷一大早就进宫了 苏姑姑 那我先回一趟清幽阁 我先回一趟 法器已备好 道长请 奴婢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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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药气很重 那就有劳道长 将妖怪斩草除根 可不知 可不知 贫道可以做一个 静妖法长 让妖怪一旦进入 就无法逃脱 只这妖气散进而发 什么 道长 这里没有妖怪 你丽氏弄错了 放置 师父是京城文明的 初妖师 怎么会搞错 竹美人 九年高台贵手 这里真的没有妖怪 有没有妖怪 道长自会断定 岂容你再次狡辩 丘竹 给我狠狠掌他的嘴 是 看你还敢敢放肆 情感欺负雀儿姐姐 而是 看你 阿 QUESTION 嗯 啊 吾 啊 你是哪来的死刀医 快滚开 如等砸碎小妖 咱们赶快退去 严伤庆命 让你看看 砸碎小妖的力量 这只就交给你了 我来做法场 有好吃的点心 雀儿他们肯定开心 苏布布 你一定要跟着我吗 王爷吩咐奴婢 随时伺候王妃 救我 110在 休想逃 我给你拼了 他 你们在我清幽阁干什么 原来是姐姐回来了 怎么又是你 姐姐你不知道 这清幽阁有妖怪 妹妹特地请来道士 做法事呢 哪里有妖怪 我看你长得像妖怪 要收妖就先收了你自己吧 你给我立刻带人离开 你 你 什么都 你是大人 雀儿 姐 大小姐 这些都是你干的 姐姐不必客气 打理王府管理下人 是妹妹的本分 天啊 这丫头 你敢打我 我不竟敢打你 我敢打你一万零八十六次 你这个贱人 你凭什么打我 就凭我是妃 你是妾 我 你这个贱人 经过送线 俯护真人 不好 道长的法事完成了 没有 可悦 你 等会儿 走走走 好 好啊 有几分道行 王爷 楚媚人他们带着刀长 去清幽阁不知道要干什么 奴婢担心王妃 臭道士 你的阵法已经完蛋了 给我滚出去 如此资质 我都想受你为徒了 我的师父此生只有一位 你做梦也要讲翻寸 你放开 今日 你不走也得走 你是何人 回答本王 误会误会 妾身只是请妹海道长来做法事 把王府平安的 你和他怎么回事 为何他要带你走 他说想说我为徒 好疼 干什么 除了本王 任何接近你的男人 贼死 不踏了不踏了 好 是 师父 你都不愧 你不愧 你不愧 你要去 你不愧 不愧 你不愧 我愧 你不愧 我没事的 清幽阁一直闹鬼 妾身 只是想为王府去除邪碎 请王爷说 你呢 我 你不愧 我 本王滚 谁敢再靠近清幽阁一步 本王就杀了他 这 先生马上就滚 快走啊 大小姐 现在怎么办 我这就去找银杏叔老爷爷 请他帮你们疗伤 莫密团这个家伙 关键时候总不在 大小姐 我的声音不见了 他俩没大碍了 芝麻豆还需要些时间恢复 谢谢您 老爷爷 没事 没事 芝麻豆 差点被那个中方人害死了 你拿什么缝 我只能去睡了一会儿 我今天 你要干什么 放我下来 我说放我下来 有话跟你说 不想被打屁股 就给本王老实点 你 你 我 你干什么呀 今天要是本王来迟一步 你就被那妖道带走了 开玩笑 一个臭道士 怎么可能带走我呀 是在担心我吗 听好了 本王一定会保护你 本王答应你 绝不会让今天这种事再发生 你是我的王妃 只有我能品尝你的美 除了盼王 王妃 不许和其他男人有任何来往 王妃 雀儿来了 快起来 来了就来了 她看见了我怎样 起来呀 王妃要休息了 我们走 走了走了 这个东西放哪儿啊 这边 这边 人家关你 啊 这边 奴米团 你一大早上折腾什么 前云西 你一大早鬼叫什么 来 快点 王爷 库房还剩十六家鞦韆 统统拿来 给王妃装上 可是王爷 清幽阁里的数不够啊 那就给本王去种 这 就后花园里那几棵大树 赶紧挖了 移过来 是 快让他们停下 小姐 你快看 你什么意思啊 从今天起 本王要住在那里 王爷要来住 好呀 没错 真香了 本王要一居清幽阁 我 事情办得如何 喂主人 属下已经发现了本者的下落 很好